夜深人静 我一个人走在江北公园 此时我终于意识到这个城市的可怕 来到陌生城市的第一天 钱包就被偷了 手机也被偷了 就连我的录取通知书都没能姓名 就在此时 我隐约听到有妹子在喊救命的声音 这种悦耳的少女呼喊声 焦虑中带着一丝丝绝望 难道是传说中的破喉咙剧情 我悄悄过去 果然 还别说 妹子还真挺好看 此时正被歹徒吓得哭唧唧的 玩得那么大 江北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城市 要不要上去 来一出英雄救美 不过看这个肌肉量 我感觉还是先找警察叔叔帮忙吧 看着情况越来越危急 我也是不断地在内心做挣扎 哥哥不是不想救你啊 救我这小身板 上去也是送菜啊 我真的 哎 干了 我大喝一声 住手 放开那个女孩 让我来 歹徒扭了扭脖子看着我说 小朋友 你不知道英雄救美也要看实力的吗 你是想死吗 我故作镇定 我已经报警了 警察五分钟就来 你现在跑还来得及 嘴上说的威风 我内心却慌得一批 老子还没来得及报警了 苍天那大地啊 歹徒你赶紧逃跑吧 只见歹徒一下就冲过来 将我踹倒 虽然很疼 但我不能就这么倒下 妹子还需要我 我擦了嘴角的番茄酱 大声喊道 你没吃饭吗 一点力量都没有 是不是只会欺负女人 该说不说 这个逼 自己都觉得装了满分 呸 你过来啊 歹徒高高跃起 你找死 看着砂锅大的拳头 我心想 打是铁钉打不过了 看来只能以伤换伤了 静 竟然一点作用都没有 随后我又被特殊照顾了一番 我看了一眼楚楚动人的妹子 纯女人 这个时候还不好 不过你应该报警了吧 只要我再拖一回就好 警察就要到了 眼见歹徒要走 我帅气地比了一个国际手势 他成功被激怒了 抄起身后的匕首 就朝我袭来 糟了 玩大发了 你呀拿把刀出来也太犯规了吧 这下真的玩完了 老子还是个花季处男啊 我不想死啊 完结 撒花 点赞 收藏 救命 我不想狗带 白光闪过 我出现在一个陌生的环境 我左顾右盼之后 发现怎么这么像传说中的虚拟空间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挂逼系统 仿佛印证我的猜想一般 棺材板大的系统面板 糊到我的脸上 完美人生装逼板 俗话说得好 系统在手 天下我有 难道我要起飞了 你想一夜暴富吗 你想拿着钞票点烟吗 你想一夜成名吗 你想开着蓝博尽力泡妞吗 你想成为世界主宰吗 那你还在等什么 这是系统提示我 是否激活 下面附上一行小字 宿主死亡倒计时十秒 十秒 我靠 我人都快没了 还问我记不激活 我果断拍下按钮 系统检测宿主能力低下 特此奖励新手大礼包一份 是否打开礼包 开 快开 如果我成为第一个带着系统死去的主角 系统你要负全责 一阵金光闪过 几件物品悬浮在我的身边 恭喜宿主牵斜获得顺步三十天 轰手接白刃三十天 鬼王界三十天 五行炼体决人接篇 系统还在那叙叙叨叨讲述各项功能 我赶紧制止 行了大姐 就是她了 快点放我出去啊 不然我一会就要嘎了 又一阵白光闪过 我回到了现实世界 立马把头一歪 显而又显地躲过这致命一击 我看了一眼妹子 希望刚刚的一切不是在做梦 顺步 一瞬间 我消失在了原地 乃徒懵逼了 人呢 我直接瞬移 躺在了妹子的腿上 成功了 不过这是什么 看着眼前的两座小山 我下意识地用手戳了戳 这难道是 我感觉我的鼻血马上就要抑制不住了 看着楚楚可怜的妹子 我站起身 整了一下衣服 一股王霸之气从我的身体里迸发出来 接下来就是我的表演时间了 第二回合 开始 退后 我要开始装逼 我摆完帅气的pose 却发现这系统我根本不会用 刚才着急出来保我狗命 还没来得及看使用说明书 于是赶紧调出来 临时抱佛酒 这是系统提示 能量不足 只能以面板形式存在 最下面有一行特别小的字 最终解释全规本系统所有 你以为写这么小 我就看不到了吗 总感觉这个系统有点坑 算了 正是要紧 随后系统就提示充电中 不理我了 歹徒对我说 小子 你一个人在那装什么蠢的 是怕的想一个人逃跑 我微微一笑 心想着送上门的技能工具人 不用真是对不起你 正好帮我刷刷熟练度 于是大声说道 见过送死的 没见过这么急着送死的 小姐姐和我的战该算算了 这逼无形之中 又被我装到了 小姐姐也被我迷住了 恭喜宿主装了一个童话小王子的逼 装逼直加二十 这是什么东西 不过听名字应该跟小姐姐有关 我转过身 撩了下头发 小姐姐放心 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歹徒见我太嚣张 直接冲过来打算将我解决 小姐姐大喊小心 没关系 看我空手接 还没等我介绍完技能名字 笔手就划了过来 吓得小姐姐闭上眼睛只喊不要 想象中的血腥画面并没有出现 取而代之的是这样的 百分百 空手接白刃 哎呦 我的老妖 刀子伤不了我 但是我马上快被你给玩死了 此时妹子也睁开眼 看到这副场景 也被逗得无嘴偷笑 歹徒仍然不死心 于是被我秀得怀疑人生 你累不累 不如换几个姿势再试试 我还行的 说完 我就摆好姿势 歹徒彻底懵逼了 这小子绝对是个怪物 恭喜宿主装了武林高手的D 装B直加20 我还在原地等着呢 歹徒却转身一六烟地跑了 什么情况 难道是我装得太过了吗 你过来啊 眼见歹徒越跑越远 我轻蔑一笑 好 说你是技能工具人 不是玩技能你能跑的吗 我带上鬼王剑 瞬间 一扇黑铁大门出现在我的身后 大门打开 散出阴森森的冷气 一双利爪正在一点点地把门掰开 不一会 就从里面走出一名长得像蜥蜴的怪物 拜见鬼公 有何吩咐 你这绿油油的小眼睛 只勾勾地盯着我是想干啥 还龟公 你呀真是个起名鬼才 我轻咳一声 不要叫我龟公 你这大个子倒是会拐着弯骂人 以后叫我少爷吧 虽然意思差不多 但听着好听 我指了指正在逃跑的歹徒说 看到那个逃跑的傻子妹 把他给我抓回来 鬼壶瞬间飞了过去 出现在歹徒身后 抓起他的脖梗 然后又飞了回来 歹徒哭喊着放开他 以为是我施展了什么妖法 原来只有我能看鬼扶 不错 我突然想起了一个装逼的好注意 我对鬼扶下达命令 看着他 等会交给警察叔叔后 你就自行回去 说完 我脱下外套 走到小姐姐身边 给他温柔地披上 小姐姐对我表示感谢 顺便邀请我去他家里看看世界杯 难道今天晚上我就要黑黑了 想想就觉得兴奋 我托起小姐姐的下巴说道 当然没问题 不知道小姐姐你家住在 还没等我说完 搜的一下 我消失在小姐姐面前 小姐姐也很懵逼 你去哪儿 不是说好去我家的吗 不管你在哪里 我一定要找到你 放心 我迟早会回来 我的小姐姐呢 我的妹子呢 原本的剧情不应该是这样 是这样的吗 但是现在 坑店的这是 你现在给我传到这里是什么意思 今天不给我个合理的解释 我就和你同归于尽 系统没有回答我 反而告诉我刚才消耗过大 再不补充能源 就会自动消散 啥 消散 那我不又回到屌丝生涯了吗 我赶紧问系统 我现在应该怎么做 系统说 此处下方深处就有大量的能源 可以补充系统能耗 我长呼一口气 那就好 那就好 这次就算了 还是你补充能量比较重要 系统 刚刚得到的装逼值是一种货币吧 怎么使用 本系统包含多个位面的所有物品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系统做不到 宿主默念兑换物品 系统将对宿主要求进行最优解计算 多个位面 什么都有 这么强大 那不如来一个动漫里的技能吧 我想要搓丸子 系统提示我 对不起 要想搓丸子 首先宿主先要拥有一个金色头发的爹 看来这个计划不行 买技能送的爹 怎么听都觉得不靠谱 感觉越来越冷 我的外套还在妹子身上 既然不能搓丸子 那就先来一套衣服吧 宿主提出的定制服务供需装闭至20点 请问是否兑换 我赶紧回答是 随后系统就将我全身上下都换上了一套帅气的行头 以为宿主进行最优解兑换 助宿主装逼愉快 系统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你补充能源需要多久 系统回答道 预计时间四小时 想不到人生巅峰有一天会离我这么近 在这人生转折的关键时刻 总感觉缺了点仪式感 既然如此 我站起身 三指朝天 我迁行自愿加入装逼计划 至此以后 装逼将成为我迷茫时的灯塔 行走世间时的座右鸣 为了成为装逼界的一段传说 唯有对装逼勤勤恳恳 永不懈怠 宣誓完毕后 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了 美美地睡上一觉 有啥事明天再说 一日清晨 我还在亭子里呼呼大睡 从远处走来一老一没两个人 见我躺在这里 妹子开口道 爷爷 我把这人喊醒吧 会影响到我们修炼的 说完就向我走了过来 妹子看了看我 这张脸长得还蛮帅的嘛 随后弯下腰轻轻说道 喂 醒醒 太阳照屁股 睡梦中的我没听到妹子的话 反而被系统给吵醒了 系统充门完成 启动叫醒服务 铃声选取细经热节选片段 我被这一段富有激情的音乐 吵得实在受不了了 我大声喊道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这才几点了 憨屁 给我闭嘴 系统声音戛然而止 舒服 世界终于安静了 我正要躺下 妹子却发飙了 以为憨屁是在说她 混蛋 我只是想叫你起床 你居然骂我 妹子举起棍子 就要向我戳过来 一旁的老人赶紧提醒 炫哑 她只是普通人 三分力量也会伤到她 妹子是真的生气了 棍子力道一点也没减 出于下意识的反应 我猛然弹起 抓住了棍子 这可把这两个惊了一下 什么情况 怎么可能 恭喜宿主装逼成功 装逼直加三十 小姐姐 你家的床果然又大又软 你的棍子又硬用 棍子 你怎么会有棍子 太可怕了 还沉浸在梦里 正打算开溜 迎面撞上什么东西 我这才完全清醒过来 心里暗道 还好是梦 吓死爹了 不然都不敢想象 有棍子有小姐姐的梦 能发展到何种地步 不过刚刚好像碰到了什么 软软的样子 我盯进一看 什么时候多了个妹子 妹子你这个动作 不会吧 总之先道个歉吧 小姐姐 你冷静一下 听我狡辩 不是 你听我解释 妹子是真生气了 怒吼道 想好一言了吗 我赶紧解释 我不是 我没有 我只是不小心 妹子摆好架势 闭嘴 去死 卧槽 这妹子不会是想干掉我吧 女施主 Stop 冲动是魔鬼啊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一道棍影瞬间穿过我的身体 静止砸在地上 妹子惊了 我都做了些什么呀 她不会被我给干掉了吧 爷爷 怎么办 我没想伤害她 刚刚新火好像又出来了 我根本控制不住自己 爷爷打断妹子 转身拱手说道 小兄弟 好身法 既然无事 还请出来一件 也好让我们爷孙俩当面赔礼道歉 妹子在一旁插一道 爷爷 你是说她根本就没被击中 这不可能 这时 我突然顺移到了他们身后调侃说 对啊对啊 这不可能 妹子一脸不可思议地说 那么近的距离 你是怎么躲过去的 美女 我好像没有回答你的意味 恭喜宿主装了一个不可思议的B 奖励40点装B值 你可是敌人 你的问题我拒绝回答 毕竟刚刚你差点弄死我来着 我虽然嘴上调侃着 但却察觉到了这对爷孙绝对不简单 我的顺步居然被人看穿了 我悄悄在内心呼唤的系统 系统 有没有办法查看一下他们的资料 系统回答道 查看一人需要消耗10点装B值 可以可以 这点小钱洒洒水 能看就行 30点装B值已扣除 剩余装B值7时 坑爹呢 他们不是只有两个人吗 随后系统就将三个人的信息展示在我面前 孟子龙 孟炫雅 阿大 大佬就是大佬 出门都有保镖随形 我心里乐开了花 这查询系统简直强的离谱 江北大佬 孟家家主 这样的背景 我手机和钱包被偷的事岂不是就能解决了 想到这里 我似乎有点得意忘形了 完全忽视了对面的两人 爷爷 你说我真的没打到他吗 可是 他好像一副脑袋被打坏了的样子 也许 可能 大概 没有吧 孟子龙拱手问道 小兄弟贵姓 如此俊俏的身法 不知道尸程何处 眼见时机一到 我赶紧假装胸口痛 顺势就倒在了地上 哎呦 刚当的棍法狠狠地伤到了我 我的身体好痛 眼看就要活不成了呢 除非这个才能拯救我 我搓了搓手指 爷孙俩一脸黑线 这是个什么玩意 孟子龙率先说道 小兄弟说的是 商人赔偿 天经地义 十万块检查费 小兄弟是否满意 一听到十万块 我立刻跳起 握住孟子龙的手说 哎呦喂 什么小兄弟不小兄弟的 老爷子叫我迁行就行 十万不十万的不重要 请问 什么时候能到账 由于我出色的演技 妹子成功又被我激怒了 你碰瓷的行为 还敢再明显点吗 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爷爷 这人就是个骗子 你不要上当啊 我不经意地 扫到了妹子的胸器 立即被震出了内伤 我擦了擦鼻血说道 虽然你有病 要可以乱吃 但话可不能乱说 妹子再一次提起棍子 向我袭来 我的意思是 你真的有病 要去医院的那种 哎 怎么就听不懂了 系统 外境巅峰 能不能看到鬼仆 鬼仆实力为先天进 内境后气沟通自然 经脉接通之人才可识别 那就没问题了 看来之前想出来的装逼方法 现在就可以使用了 我手上的鬼王戒一闪 鬼仆 装逼需要你的时候到了 下一刻 身后出现了一条漆黑的空间裂缝 鬼仆穿过裂缝 悄无声息地站在了我身后 等待着我的命名 鬼仆站在我的身后 少爷 请吩咐 我悄悄对鬼仆说 抓住这个美女 等下看我眼色形势 鬼仆一听有美女 赶紧问在哪 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便回来问我 少爷 你哄天啊 哪里有美女 我指了指跳起来的妹子说 就冲过来的这个 鬼仆一脸嫌弃说道 皮肤一点也不轻 不好看 我无奈地拍了拍脑袋 哎 鬼仆 你是什么时候吓的 虽然嘴上吐槽 但鬼仆仍然按我的意思 将半空中妹子直接就提了起来 妹子悬浮在那 一脸猛逼地问 怎么回事 你对我做了什么 一旁的孟子龙健壮 也以为是我用的什么能力 惊叹道 难道是宗师静 我给鬼仆下达命令 鬼仆有模有样地 将两根手指勾住妹子衣服 将妹子举起又放下 这样的画面属世过于刺激了 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了 话说 作者你这样真的能过什么 为了画面和谐点 我赶紧念体大悲咒 将这刺激的画面给超度一下 突然 有一个黑衣人 拿着手枪指着我说道 放开小姐 双手抱头 蹲在地上 我举起双手对阿大说 喂 喂 别走火了哈 话说 你们这明显是不合法的吧 孟子龙也对阿大说 阿大 把枪收起来 可是 小姐还在他手上 阿大担心回答道 我看着这一幕 老爷子可明事理多了 关键是这玩意也不一定有用吧 尤其是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阿大愤怒地对我吼道 老爷 保护你们是我的职责 最后一次警告 把小姐放下 就在这一瞬间 顺步 我顺意到阿大身边 一把将他手里的枪夺了过来 现在可是和谐有爱的社会 这么危险的东西 我先来帮你们保管一下 万万没想到 我这一手操作 瞬间震惊在场的三人 恭喜宿主装了一个令人震惊的B 然后连续提示三个装逼 直加三十的信息 卧槽 居然有九十点 这积分真好赚 不愧是我 装逼计划大获成功 那么接下来就该到我的表演时间了 我又顺移走 抬起枪 对准阿大 打算继续吓吓他们 看看还有没有好处 三人大惊 以为我是真的打算要开枪 孟子龙赶紧喊道 大师 且慢 我转头看向他 大师勿怪 炫雅和阿大无意冒犯 得罪之处 还望大师海寒 这回系统没有提示了 看来是没法再继续刷装B纸了 随机客套说道 哎呦喂 老爷子 你这话说的不是舍我寿吗 大师什么的我可担待不起啊 孟子龙又说道 大师当得此称 古人云 打者为师 大师不必过千 见孟老爷子这般严肃 我内心不由的小窃喜了一下 系统啊 虽然你有时候坑爹 还刷不了装B纸 但现在如此地位的人 都开始重视我了 孟炫雅哪里见过他爷爷 对人这般卑躬屈膝 以为都是我在从中使坏 于是对我吼道 不要为难我爷爷 有什么冲着我来 由于太激动 忘记了他在半空中掉着 身上的衣服被他这么一折腾 正在一点点收紧 眼看就要躲不住了 我对他说 冲你来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我劝你不要再动了 不然我可能真的要为难为难你了 到时候千万别怪我 我本来是想给他的台阶下 没成想 这在孟炫雅眼里 我成了彻头彻尾的大反派 我的话也被曲解成 得罪了本少孩想走 露出欧派也只是钱菜而已 之后还有更多羞耻的事等着你呢 越想越火 孟炫雅又握紧了棍子 在心里怒吼道 故意的 他一定是故意的 一切的设计都是为了他变态的欲望 无耻 随后就将手里的棍子奋力地向我扔了管 江北某宿舍 被我救下的妹子正在跟他的好闺蜜通着电话 悠悠 昨天救我的那个男人真的好帅 好有魅力啊 如果你在 话还没说完 电话那边就有点不耐烦地打断道 知道了 知道了 大姐 这是你跟我说的第八遍了 你说如果找到他 我应该穿什么衣服去见他呀 画面一转 电话另一头 一位酷酷的小姐姐一边逗着流浪猫 一边说 从今天起 如果让我知道晚上十二点之后 你还出现在街上的话 我头给你打抱 电话里的小姐姐说 你舍得吗 我先睡了 做了一晚上笔录 你别忘了帮我查 对了 你收养的流浪猫怎么样了 他们啊 比某些人让我省心多了 快睡吧 余大小姐 这位酷酷的小姐姐 名叫龙悠悠 是一位有着能让钢化物质加速的特殊能力的人 在几句简单告别之后 龙悠悠拨打了一个神秘的电话 零四 查一下江北市 江北公园昨天晚上的强暴未遂案 我要救人者的全部资料 我们分开行动 小混混你来处理掉 另一边 我亲自接触 说完就用意念 将墙上的钢钉悬浮在自己面前 徒手接下孟炫哑的权力一棍 我将棍子插在地上 手却一直抖个不停 不行 我要忍住 不能在别人面前拾了面子 嘴上虽然要强 但心里却直呼臥槽 装大了 碰死我了 不过 这就是外境舞者 好像不太强啊 或许是因为出界的原因 地旁的孟子龙不禁也在心里惊叹 果然是宗师技 能够内进外放 并且如此轻易挡下外境舞者权力一击 这么年轻的宗师 应该只有那个门派能够培养出来了吧 或许 他就是我孟家破除威劲的关键 此时的孟炫哑又生气又无助 骗人的吧 那已经是我的权力一击了 怎么会这么轻易就被截住 我转头看了眼孟炫哑 衣服真白 啊 不对 衣服真大 质量真好 反正我已经提醒你了 这可怪不了我 突然 系统一直在发出警报 面板显示孟子龙心跳频率不断上升 这老爷子不会是 我赶紧上前扶住孟子龙 老爷子 你别激动 先稳定一下情绪 我这就放人 我命令鬼仆 将孟炫哑放到老爷子身边 孟炫哑落地后 赶紧上前关心地问道 爷爷 你没事吧 看着孟老爷子的心跳频率一点点降下来 我长呼一口气 还好 心跳下来就行 同时 我也让系统帮我时刻注意老爷子的状态 有一场立刻通知我 老爷子 有事您请说 千万别激动 容易伤着身体 孟子龙也不禁在想 看来我的身体撑不了多久了 在我走后 孟家若能得到大师的照顾 我也就安心了 随后就对我说 大师 作为一个身体抱恙的老人 我确实有一事相求 孟老爷子摸了摸孟炫哑的头对我说 我这孙女一天天地长大 而我的身体却一日不如一日 炫哑的父母又常年不在他身边 待我百年之后 这孩子怕是无人照应 况且孟家也需要一个掌门人 所以老夫我有些事情想听听大师的意思 听大爷的意思 应该是让我来当上门女婿没跑了 虽然炫哑又大幼 但是吧 这也太快了吧 人家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就要经理社会的真实了吗 我一阵小得意忘形 孟炫哑也眼含热泪说 爷爷 我不嫁人 我要照顾你一辈子 孟老爷子说 傻孩子 怎么能不嫁人呢 我也对老爷子说 老爷子 我能理解您的忧虑 不过这样做决定 感觉太快了一点 要不 您再考虑考虑 孟老爷子看了看我 大师 您理解错我的意思了 我的意思是 如果您不嫌弃的话 不如我们结拜成一行兄弟 这样的话孟家以后所有事务 全全交给大师 啥 结拜 我当场实话 老爷子 您是开玩笑的吧 老爷子一本正经的说 老夫绝无玩笑之意 虽然我孟家不算什么大家族 修炼资源也匮乏 不过在江北这一亩三分地上 还能够说上几句 世俗之事 孟家可以帮大师解决一二 大师不方便出手的事情 也可以教于我孟家处理 这样大师也能方便许多 看来孟老爷子这是铁了心 把我绑在孟家呀 不过结拜是不可能结拜的 最多去孟家混混生活这样子 随后我一脸认真的问 老爷子 您是认真的吗 大师放心 这种事情我不可能开玩笑的 大师 您这是答应了 孟炫雅也撒娇地问 爷爷 你在说什么呀 你是不是起糊涂了呀 孟老爷子给了炫雅一个 你先别说话的手势 随后又对我说 不知道大师的决定是 我回答说 既然老爷子那么信任我 那么我还没等我说完 一旁的孟炫雅大声吼道 我不同意 我绝对绝对不同意 孟子龙赶紧让阿大把炫雅带走 这更激怒了孟炫雅 爷爷 我不会回去的 我也绝对不会叫他爷爷 老爷子心跳频率又飙升 我说小孙女 你能不能消停会 你爷爷心脏好不容易平缓下来 你非要这个时候跟老爷子反得来 这心跳都破120了 难道是地下有熟人 准备插队选个好位置 好位置也是为你准备的 孟炫雅对我大吼道 然后拿出要给孟老爷子吃了下去 老朽我这身体让大师见笑了 阿大 带小姐上车吧 突然 孟炫雅说等一下 我问他要干嘛 他说 既然您能看出我爷爷的心脏问题 那您一定能治疗我爷爷 求求您了 只要您能治好爷爷的身体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我严肃地说 你爷爷这是肺原性心脏病 并且已经发展到了晚期 想救治的话有点难了 外表一脸严肃 脑子里的高速赛车早就跑得满天飞了 听着这意思 女仆 空城 死库水 我可是个正经的人了 嘿嘿 妹子问道 男的意思是还有救 大师 一定有救的吧 说着说着 双腿就有点不自觉想要弯曲 突然 孟老爷子闪现到他身后 一掌将他击晕 小雅 我孟家没有向他人下跪的习惯 孟老爷子击晕雅之后 吩咐阿大带小姐去车上 随即转身就要走 我叫住了孟老爷子问道 老爷子 这心脏问题您应该心里有数 继续下去值得吗 老爷子捡起地上的药瓶回答道 哪里有什么值不值得 有的只是身不由解 这么多年走过来 如果没有炫雅这孩子 老头子早就去与战友相聚了 我本不想让他学这棍法 他就偷偷地学 我想啊 既然他都学了 拦也拦不住 那就不如我来教他 也好过他自己瞎琢磨 不是吗 既然大师您看出来了 我就和大师说说 当年 我和战友出任务之时 偶然得到这本猎阳棍法 没想到 练到深处时 才发现这是一本残片 运行功法时 会给心脏带来负担 然而那时的我 为了给自己的家人 薄一个前程 不得不继续练下去 这就是我的命 只是这后果 绝不能在炫雅的身上继续下去 说到这里 阿大叫了夏孟老爷子 家主 小姐已经安排妥了 孟老爷子叹了口气 哎 不谈这些了 不谈这些了 今日碰到大师济世有缘 大师务必来我孟家痛饮几杯 我也沾沾光 喝上几杯 我回答说 老爷子 去您那里没问题 但是关于结拜的事 我就全当是您开玩笑了 孟老爷子还想继续说些什么 我晃了晃手指 认真的说道 结拜不行 不过 关于接掌孟家的事 咱可以签个委任合同 怎么样 孟老爷子没想到 我会提出这个建议 随即说道 回到孟家 咱就把事情定下来 大师觉得如何 我也同意说道 那就这么定了 坐着孟老爷子的车 看着一旁熟睡的孟眩牙 想不到他安静的时候 还挺可爱的 这时 坐在前面的孟老爷子 开口说道 大师冒昧地问一句 不知道大师 是否知道列阳宗 列阳宗 那是什么 心里这么想 嘴上却不敢这么说 有听过 不过不是太了解 孟老爷子大吃一惊 没想到大师 竟不是列阳宗门人 为何对混元棍法 如此了解 我故装深沉地说 当然戏 从师父他老人家那里了解 具体情况你不要问 对你没好处 大师的师父 那会是何等的神仙人物 这可把孟老爷子 给惊讶坏了 恭喜宿主 装了一个影视高人的逼 装逼直加五十 我一阵窃喜 真是人在车中坐 逼直天上来 这感觉已经戒不掉了 就在我歪歪时 一旁的孟炫雅 迷你呼呼地说道 求 求你救 救救我爷爷 孟老爷子叹了口气 哎 这孩子 我也感觉应该帮帮孟老爷子 于是就在内心呼叫系统 系统大神 有办法救孟老爷吗 随后 系统的声音就响起 搜索中 请稍后 得到结果 统计1251650930种方案 经系统筛选 适合宿主签行 可实施方案共计四种 方案一 花费1000点装逼直 兑换三接血连丹 能够 我赶紧让系统打住 你看我像有1000点的人吗 下一个 方案二 花费100点装逼直 兑换二接续命丹 能够无条件续命将死之人一年受缘 上限一次 这个还靠谱点 继续继续 方案三 学习炼丹术成为丹药师 可自行炼丹 方案四 学习医术成为医师 可自行救治 我有些疑惑 这就完了 为啥技能没有价格 这是系统提示 装逼超市首次激活 系统加载中 加载进度1% 傻 现在才加载 大哥 技能这么重要的是 你能不能靠谱点 孟子龙跟我说 大师 前面就是云雾山庄 不知大师对菜品上有什么要求 我也好提前吩咐一声 我轻咳一声 不必麻烦 照常即可 看着车窗外的建筑 不禁感叹 这就是江北最大的富人区吧 如果我没有系统 应该没有机会来这里消费吧 突然系统声音响起 系统更新完毕 装逼超市已开启 是否打开 打开 当然要打开 看着超市里的分类 我先点开技能栏 发现都是初级技能 我吐槽到 系统你这也太弱了吧 怎么都是初级技能 一本终极技能都没有 所有系统功法和技能都是初级的 兑换初级版本成功后 将自动显示其对应的终极版本 以此类推 我想了想 就是不学初级就学不了终极的呗 那先帮我显示初级医术 初级练单数 初级医术 100点装逼值 初级练单数 100点装逼值 是否对患病学习 学习啊 必须学习 你这问的不是废话吗 不学习买了干嘛 玩蛇呀 宿主确认学习 开始贯注准备 贯啥 我忽然有种故乡的预感 顿时 大量的数据组成的数字 洪流涌入我的大脑 我这小身板哪里受得住 头痛的感觉整个世界都裂开了 这庞大的信息似乎还得不到满足 开始向身体各个地方发起进攻 我全身都痛的 感觉随时都要嘎了一样 你一定试的假系统 别人的系统都是各种疏爽 怎么到你这就变了 这时 孟子龙担心地叫了我一声 大师 您怎么了 系统声音响起 技能灌注完毕 无愧是你 宿主 干 我靠 随后我就失去了意识 云雾山庄内的一间总统套房 我微微睁开双眼 这是 突然我坐起身 我的头 我这是在哪里 我记得我不是学了的技能 对了 是系统 我摩拳擦掌 出来说说吧 为什么我会腾晕过去 差点当场暴毕 系统见兮兮地弹出来一个提示框 来了 来了 别这么暴躁吗 学习技能需要消耗时间与精力的吗 系统虽然可以强行打入宿主的身体 但是身体还是会承受所有学习过程中的负面伤害 脑部由于庞大知识量的瞬间填入 就会产生休克状态 顺便提醒下宿主 系统中的所有技能学习 并不能省略学习过程所产生的创伤和疲劳 这是副作用也是代价 我吐槽道 那也就是说 我不能随时随地的学习技能了 为啥别的系统没那么大的限制 咋就你这么是多 系统也很人性化的提示 习惯就好 你找到别的再说吧 贪心 这时 房间的门打开了 我转头一看 原来是孟老爷子 大师 您醒了呀 身体怎么样了 我回答说 还可以吧 只是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为什么把孟家给我 我们仅是一面之缘 你就这么相信我 万一我拿钱不办事 也不是血亏 孟老爷子淡定地说 大师 您多虑了 我孟家风风雨雨几十年 赢过 输过 就是没怕过 畏首畏尾如何成事 既然选择大师 那么我孟家舅舅绝对相信大师 即使最后输了 不过就当我孟子龙大梦一场嘛 我竖起大拇指 老爷子好魄力 我叫千行 以后叫我小千或者老千都行 还有 你的病 交给我了 真的吗 你真的有办法救我爷爷 门突然打开 孟炫雅一身清凉装扮 开心地跑了进来 我看着这腰 这腿 这才是青春啊 孟老爷子见我如此自信 又确认一遍 大师 这病真的能治吗 可是所有的医生都说 我摆了摆手 老爷子 别大师大师地叫了 听得我耳朵都快长剪则 好吧 那老夫就拖大了 小小千能治吗 我自信答道 当然能 不过我有三个条件 第一 我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 第二 所有费用由孟家承担 这第三嘛 我要孟炫雅 孟老爷子有些犹豫 大师 这不行 小雅他 爷爷 这可能是唯一的机会了 只要你能救爷爷 我就答应你 我说妹子 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呀 我可是正经人 我是让你去准备饭 我人都快乐没了 如果你非要和我发生点什么 那我勉强可以牺牲一下 迎合一下你 我先去洗个澡 你等我一下哈 这可把炫雅给气坏了 看着我俩嬉戏打闹 孟老爷子微微一笑 看来比结拜更好的选择出现了 二十分钟后 八分饱也凑合了 我一度怀疑我会饿晕过去 看着我面前堆成衫的碗 孟炫雅惊讶地说 八分 你已经吃了三个人的量了 这还八分 谁能想到 从我钱包被偷 已经过去了二十个小时了 我是怎么过来的吗 孟老爷子见我吃得差不多了 就问我 小千啊 你这实力应该到达宗师境了吧 宗师 系统 宗师境是怎么回事 随后系统将境界的划分显示出来 系统 那我现在的境界是 宿主修炼初阶段体觉 体内已有先天真气 境界上已是先天境界 也就是大宗师境 建议宿主强化初阶段体觉 实力与境界尽早匹配 否则会产生不可预知的后果 我想了想 意思就是 我现在的实力跟不上境界 不过虎人 赚点装逼之应该没啥问题 我故装严肃地说 你误会了 老孟 我不是宗师境 孟老爷子也是没想到 难道公园里用的内境外放 是用了某种秘法 那可不是小门小派可以拥有的 怎么算我孟家都不亏 于是开口说道 没事 就算不是宗师境 也是内境武者 那也是我这辈子无法企及的高度 我微微一笑 你就别瞎猜了 我现在是 大宗师境 啥 大大 大宗师境 恭喜宿主千行 装了一个吓死人的逼 获得一百点装逼之乘三 嘿嘿 三倍的快乐 孟炫雅不幸地说道 大宗师 你才多大你就大宗师境 我没有骗你的必要吧 老孟 房间我选刚刚那间了 没事就别近人了 说完 我就转身回房了 阿达 你说他真的是大宗师境吗 阿达说 大师确实没有骗我们的必要 爷爷也默认了 看来他真的是大宗师境 我回到房间躺在床上 系统 打开装逼超市 极具档次的炼丹炉 才能符合我炼丹师的身份 以我三百一十点装逼值 看看能宠爱哪些小可爱 我靠 看着排在列表里前几名的炼丹炉 这么贵 那我能买个毛啊 系统能给我找出 我能买得起的好吗 炼丹炉原胚 一百点装逼值 无阵眼 我实话了呀 喂喂 我只购买这种 连名字都不配有了吗 建议宿主 自己寻找阵眼 直接与原胚进行合成即可 阵眼 炼丹炉构筑核心 阵眼是炼丹炉必备核心 否则只能称为炉子 我靠 系统 没阵眼叫什么炼丹炉 忽悠我呢 你这个笑不是在嘲笑我穷吧 不是吧 不是吧 当然不会 哎 算了算了 穷逼没人权 我先做治疗方案吧 现在的我连根毛都买不起 清晨 一缕阳光照在我身上 我在电脑前疯狂地敲击着 终于 我整理好治疗孟老爷子的方案 我拔下优盘 这就是耗费我全部心血与智慧的治疗方案了 我猛然站起身 大呼一声 终于完成了 好像有点用力过猛了 卧槽 好晕 眼睛什么都看不到了 随后我就直直地向后倒去 好想吐 我直接倒在地上 我询问系统 这是什么情况 系统提示我 从制作开始 已经过了24小时 建议宿主紧早休息 这么久没休息了呀 怪不得头晕眼花 不行 我得出去找老梦要点补偿 我艰难地爬起身 感觉身体被掏空了一样 不经意间 我用膀胱这么一扫 发现床底下藏着一个粉粉嫩嫩的盒子 我好奇 于是把它拿了出来 这啥呀 这么诡异 这么多封条 这不是更好奇 更想开了吗 我倒要看看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 瞬间一阵强光弥漫 强光刺痛着我的眼睛 伴随光芒来的还有奇异的幽香 我定睛一看 这是 哇哦 我随手拿出来一件 居然是钉字形 这难道是梦眩哑的 没想到没想到 她的内心居然这么狂瘾 瞬间我的鼻血狂喷 不行了 一定是我熬夜熬坏了身体 导致我现在气血燥热 一定是这样 绝不是因为面前的罪恶之源 突然门咔嚓一下打开 眩哑走进来刚要问 忙什么呢 就看到我拿着一条黑色的 鼻子周围还红红的 我俩都呆住了 随后眩哑的表情就由惊呆转为愤怒 最后终于爆发了 啊 变态 变态 就在我发现眩哑小秘密的时候 梦眩哑突然冲进来了 我靠 这种局面应该怎么办 在线的 挺急的 我神情紧张地说 眩哑 你别叫啊 我可以解释 眩哑问 你在做什么 随后一把将这件黑色的证物夺了过去 放回盒子里 盖上盖子 完了完了 要死要死 怎么办怎么办 梦眩哑抱紧盒子就要走 我拦住他 那个 梦 还没等我脚变完 梦眩哑直接撞开我的手 脸红的说了一句变态 我没听清 说了一句 梦眩哑直接跑开 大声叫道 变态啊 哎 我真是冤了 梦眩哑那边看来一时半会解释不清了 还是先办这边的事情吧 将优盘交给他 我说 眩哑和老梦你的治疗方案都在这里了 眩哑那边还好 普通的药材就能解决 老梦你这边就麻烦很多 需要开炉炼丹 里面的药材按照我罗列的清单去买就可以了 梦老爷子接过优盘说 小千 辛苦了 还有什么事我梦家能帮上忙的 你尽管开口 我放下碗筷说 还真有件事 炼丹炉少了一个阵眼 没有他炼丹可能成功率要下降一成 梦老爷子一货问道 一成 成功率很低 还是说阵眼很难找 我故装高深的说 都不是 只是我喜欢十圈十美 九成的把握还是不够稳当 所以有什么古玩市场推荐一下 这时收到系统提示 恭喜宿主千行装逼成功 获得50点装逼值 获得70点装逼值 获得60点装逼值 我转头看向炫崖 这冰冷的视线 还生着气呢 惹不起 惹不起哦 我跟梦老爷子说 老梦 还是我自己去吧 我去古玩市场就是碰碰运气 顺便办一下身份证 之前的手机和钱包都被偷了 梦老爷子直接叫过来阿大 阿大 去给小千拿一张银行卡来 密码是炫崖的生日 等下我发给你 这 好像不太合适吧 梦老爷子看向一旁坐着的炫崖 心想小雅这孩子也没有明确反对 这样我也就放心了 于是对我说 没什么不合适的 我和小雅的身体可就全靠你了 从今天起 小千你就是我梦家的少年 等下我就吩咐下去 我邪魅一笑 老梦 这么信任我 不再考虑考虑 梦老爷子肯定的说 考虑个屁 这是就这么定了 行 那我也就不跟你客气了 阿大 走 送我去办个身份证 是 少爷 江北市最大最热闹的古玩街 果然人生饼废 手机OK 临时身份证OK 银行卡OK 神舟型三件套准备完毕 我站在古玩街大门前 感叹道 老梦啊老梦 有钱人的世界还真是朴实无华 没想到随便给的卡里都有200万 这偌大的古玩街 商店这么多 阵眼要找到什么时候去 我询问系统 系统 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系统提示 寻宝指南 每次开启需要对换点数100点 开启后 指南上会显示一公里内所有的宝物 以点状形式显现出来 根据颜色不同 宝物级别也不同 绿色代表随处可见 蓝色代表略显珍贵 紫色代表珍贵 橙色代表独一无二 宿主是否开启 还真有这么方便的东西 开启 当然得开启 丁 检测到橙色物品出现 我靠 人品大爆发了 上来就是橙色 不过 这怎么一会橙色 一会紫色 一会蓝色呀 什么意思 建议宿主亲自查看 频繁变换颜色的点 说明物品极不稳定 原来是这样 那我还是去看看再说吧 毕竟上线可是橙色的东西 于是我一路小跑 往成点地方赶去 看系统的指示 应该是这里没错了 望年格 看着门面 里面的东西就不便宜 我用手机查了下 望年格的相关信息 一楼普利 留年格 二楼尊贵 一年格 望年格 先进去看看再说 先生您好 欢迎光临 我是导购员小方 有什么需要吗 我想买点东西 不知道这边有什么推荐 先生 请出示身份卡 我带您前往你想去的楼层 身份卡 就是VAP卡吧 我第一次来 能办一张吗 小方说 当然可以 本店办理会员卡 需要一万元 请问先生现金还是刷卡 一万 这是抢钱吧 半个卡而已 要那么多 算了 没时间在这里耗转 看在橙色物品的份上 刷卡吧 我在兜里左滔滔 右滔滔 完了 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我的银行卡又被偷了 天了 路 究竟是哪位哥在玩我 这时 走过来一位身材妖娆的人 怒斥地说道 小方 你怎么什么人都敢带进来 迎面走过来一个身材妖娆的女人 开口就说 小方啊 不是金姐说你 给你介绍的张公子 你也上上心 那可是陈经理都要好好对待的大金主呢 把他哄开心了 不比招待这种穷学生强多了 我瞥了一眼这个女的 心想这个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小方不满地说 金姐 你对我说什么都没关系 我不在乎 但这位先生是我的客人 请你放尊重些 小心我投诉你 然后转身对我说 很抱歉 先生 让你感到不愉快 不方便的话 本店手机也是可以支付的 我递过手机并说道 那就麻烦你了 用手机支付吧 金姐见平时唯唯诺诺的人 居然敢对自己15喝6 顿时心生不满 不识好歹 我倒要看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穷学生这个单子 你也别想 于是开口对我说道 这位先生 之前就有学生把学费花在这里 后来回到学校可就没法交代了 好像还因为这个原因 差点退学呢 顺便提醒一下 这一万块只是卡费 买东西还需要充值哦 不知道先生想买些什么呢 见这个女的一直在这喋喋不休 我越来越不耐烦 寻宝指南就剩下时间60秒了 糟了 要快点确定位置了 嗡嗡嗡 像只苍蝇一样 等一下跟你好好聊聊 我催促小芳快点 我赶时间 手机暂时没设密码 小芳问我 会员分为三个等级 问我打算办哪个等级的会员卡 自称金姐的人还在旁边冷嘲热乎 小芳 就她这样的穷学生 顶多就已冲一万 你跟她解释这么多干什么 我看了眼系统 确定那件橙色物品在一楼 于是说那就开一张一楼的卡吧 就好像被金姐说中了一样 金姐更嚣张了 小芳 听到没 我刚才说什么了 她也就只能办得起这张卡了 小芳对我说 先生 您稍等 我去收音台给您办理 我恶狠狠地看了眼这个女人 说了句好 然后就静止冲她走过去 金姐顿时有点慌张 问你 你要做什么 我说 不管是什么原因让你一直在旁边自嗨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废话 我警告你 别惹我 听懂了吗 滚 这时小芳也走了过来 先生 您的会员卡已经办好了 您的余额还剩一百九十九万 祝您购物愉快 金姐懵了 一 一百九十九万 我招呼着小芳 我先过去了 我赶时间 小芳也一路小跑 跟着我走了过去 路过金姐身边 还不忘回头看了眼她 金姐 虽然没说什么 但这举动一下就把金姐给惹火了 小芳 你这个贱人 居然敢嘲讽我 两百万又怎么样 你们俩给老娘等着 恭喜宿主装了一个土豪的B 奖励二十点装B值 恭喜宿主装了一个令人震惊的B 奖励二十点装B值 恭喜宿主装B打脸成功 奖励二十点装B值 金姐在我和小芳面前折了面子 觉得不服气 打算找总经理来帮他出气 陈哥 你可要为人家做主啊 原来是小金啊 近来说 说话之人正是望年阁聪明绝顶的陈经理 金姐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样子撒娇道 有坏人都欺负到你家员工身上了 人家心里好委屈啊 说话间 一只手就把门给锁死了 陈经理见状 小样 这可是你主动的 如果我拒绝了 那显得我太不尽人情了 于是往后靠了靠 拍了拍大腿 小金 过来坐 跟我好好说说 是谁欺负你了 作为优秀员工 上次不是说好要团结同事 带好员工的吗 这才过去几天 你呀你 金姐毫不客气地坐了过去说道 你说的话 人家可没忘 可是这次一个留年阁的客户 当众让我们倒过难看 这明显是没把我们忘年阁放在眼里吗 你说是不是吗 陈经理摘下眼镜 擦了擦说 虽然只是个留年阁的小会员 但公司的宗旨是怎么说的 顾客就是上帝 所以这是可不好办的 这摆明了是想借机开油 金姐老江湖 当然心领神会 抱着陈经理就说 这是 人家可就指望您了呢 这可把陈经理高兴坏了 后面发生的事 可能不太好看 此处跳过一分钟 画面一转 我终于找到成点标记的物品 看着面前破破烂烂的盒子 心想不会吧 橙色物品的逼格就折 这要放外面垫脚都嫌弃不够结实 我问系统 你确定是这么个玩意 仿佛印证我的猜想一般 趴击 盒子掉了一个脚 快散架了呀喂 我说系统 你不会是在坑我吧 这次系统并没有回答我 Hello 阿尼哈赛哟 莫希莫希 突然世界一黑 紧接着 装着盒子的玻璃碎裂 火光冲天 熊熊大火包围了我 卧槽 救命 系统提示的盒子突然自燃了 我大喊道 喂 着火了 着火了 有没有人啊 这盒子可是自燃的 我可不负责呀 我一回头 发现原本深处望年阁 此时却换了一个场景 一片红与黑犬牙交错的天空与大地 处处透露着诡异的空间世界 突然从高高的空中传来一道声音 轰悠中透露着邪魅 有趣有趣 竟然是修真者的气息 这是有两百年 还是三百年 太久太久了 真怀念啊 这个人的出现 顿时让我有一种压抑不住的不安感 于是我问他 你是谁 这是哪里 那人反问道 我是谁 原来 这世上 已经没有人记得我了呀 说完就从天上慢慢地飘回到地面 站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 我从他的身上嗅到了一股浓浓的血腥味 这股味道太伤痛 我感觉呼吸都有些困难了 不过话说回来 他这一系列的话术 真秀 这不被他撞到了呀 可恶 我要记下来 留着以后没准用的伤 那个人继续说 小家伙 你要与我合体吗 啥 合体 不要 我可没这么个癖好 这人莫不是神经病 我一边护着我的菊花 一边回答他 不 不用吧 我跟你也不是很熟悉 你还是另找他人吧 见那人一直像看猎物诗的盯着我 我心虚地问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干什么 只见他脚上的铃铛响了两下 然后瞬间消失在原地 卧槽 消失了 我左看看 右看看 突然一只爪子从后面抓住我的肩膀 一口锋利的牙齿出现在我耳边说 当然是要一口把你给吃掉 这样 我们就能合体了 怎么办 这个死鸡佬竟然想要与我合体 感觉又有点打不过 在线等 挺急的 在这个奇怪的空间里 死鸡佬一瞬间闪现到我身后 用手轻抚我的脸颊恶心地说道 先从哪里开始吃掉你呢 卧槽 什么鬼东西 太危险了 必须要先拉开距离 于是我也施展了顺步 第一时间躲得远远的 死鸡佬笑的 哦 居然还会一些小把戏 不过嘛 就在我还在想着 我是如何被拉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 死鸡佬又顺移到我身后说道 只是垂死挣扎而已 小家伙 你觉得呢 我力胆不妙 下意识又用出顺步闪现出去 可还是晚了一点 我的肩膀被他用爪子给划伤了 可恶 他的速度竟然这么快 这真的是人呢 人 不对 你的手上没有温度 你根本就不是人类 死鸡佬夸赞我说 亏你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注意到 至于我是不是人 与我合为一体 你自然就知道了 从我第一次触碰到你的时候 你就中了血石 中了血石之人 会被一点点吞噬掉 筋血 内脏 骨头 一个都逃不掉 想必 现在的你应该能体会到那种痛苦了吧 他的话音一落 果然我的身体感觉到一阵剧痛 不过片刻 我的身体就有点吃不消了 手臂上也鼓起一个包 里面好像有一只虫子 在疯狂向我的脑袋蠕动 我用力攥紧胳膊 大声喊道 这是什么东西 人死鸟朝天 他妈的 说什么也不能让你这个不男不女的死人腰好过 鬼王 出来护驾 鬼王 出来护驾 鬼王剑 生死一线全靠你了 鬼王大门从我身后 轰隆隆升起 鬼王从里面伸出两只爪子 一点一点将门推开 死鸡老剑这一幕 疑惑到 萧陵鬼族 这小子居然可以号令萧陵鬼族 小家伙 你与萧陵鬼族有什么关系 我冷笑一声 你也会慌张 我和鬼族的关系 你猜我会不会告诉你 死鸡老见我召唤的萧陵鬼族帮手马上就要出来 不经心里也开始盘算起来 萧陵鬼族 以灵为时 对灵体有天生的压制能力 看鬼门的高度 起码是鬼王一级 以我现在的实力 难道要暂时放弃 突然 天空撕裂 我看着空中的那道口子还在猜想这是什么 而死鸡老那边 显然知道的比我多 这个时候出来捣乱 趁人之危的性格真是一点没变 弹指间 雷霆炸裂从那道口子里延伸出两条金色锁链 冲着鬼王大门就延伸过来 将鬼王大门死死封住 最后又退回到地里 卧槽 不会吧 为什么鬼门会被封印住 鬼王还没出来 难道说 这个人要连鬼王戒都能封印 我看了眼带在手上的鬼王戒 仿佛印证我的猜想一般 鬼王戒发出咔咔的声响 同样 两条锁链将鬼王戒给封印 我无力地倒在了地上 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 顺步被跟上 鬼王戒被封印 难道说我真的要死在这里了吗 可这种怪异的感觉是怎么回事 总感觉哪里不太对劲 死鸡佬这时也开始嘲讽我 你也被封印了 好 真好 活该 真是活该 这封印邪恶的质保 这几百年的孤独 这种痛苦 你也尝尝吧 我的鬼王戒被天空中的神秘锁链给封印了 但此刻天空中的异象并没有停止 一条手臂粗的金色锁链静直地向着死鸡佬冲了过去 死鸡佬抬头看着锁链 不懈地说 你已经老了 还妄想对我出手 不自量力 说吧 手掌一挥 从身边带起一团红色的血液 向着锁链迎击而去 将它给完全击散 可笑 给我滚回去 待解决完锁链 死鸡佬又转头看向躺在地上的我 小家伙 你就要被我吞射 我一脸无所谓懒散地说 我知道 不过你特地通知我一声 不会是想看到我痛哭流涕的囚饶样子吧 如果是的话 你还真是够恶趣味的 死鸡佬微微一笑 虽然弱小 不过你这小家伙真是挺有意思的 这次破例 说出你的愿望 待我吞射掉你之后 我会帮你完成的 我依旧不紧不慢地对他说 那还真是感激不尽吗 不过愿望没有 告诫倒是有一条 你要不要听听 死鸡佬疑惑道 哦 说说看 反派死鱼话多 听出来我的嘲讽之意 死鸡佬没有再说什么 抬手施法 银 血 针 瞬间我全身上下 被扎得像个刺猬一样 死鸡佬健壮 结束了呀 灵魂已灭 几百年来 我终于又得到了一句 可以承载我灵魂的容器了 等我完全掌握这个身体 脱离至骨 我就让你们这群和尚 全部都神 魂 剧 灭 就在死鸡佬以为大功告成之际 我突然站在他的身后 握住他的肩膀叫了叫他 喂 不好意思导演 在你装逼最嗨的时候打断你 麻烦你把出场费给截一下呗 死鸡佬大惊 为什么 我冲他比了个夜 说道 我可是很贵的哦 死鸡佬瞬间离开我的身边 大声喝道 你没死 你为什么没死 我掏了掏耳朵对他说 你的招数这么老套 环境固执得这么不专业 我想死都难了 死鸡佬问我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我继续说 本来开始就有点怀疑 当你又哭又笑的时候 我就确定这里是幻境 所以不是说了吗 反派死鸡化多 死鸡佬又对我说 我不明白 你不可能一开始就知道这里是幻境 我说 哎 这都不懂吗 那我下面就简单说上两句 你负责鼓掌就行 第一 我进来的时候 你为了让我恐惧 故意在我面前展示你那锋利的牙齿 现在这个时代 除非你是真的有吓人的恶趣味 除此以外 无外乎两种情况 要么你本身没有战斗力 要么你需要把我下主达到某种怒虑 现在看来 你主动和我拉开距离 第一种情况基本可以确定了 不过话说回来 叫梦境也好 自我空间也好 这都是多佬的套路 说着 我手臂一伸 变出来一把椅子 看吧 变个椅子出来 简直轻而易举 死鸡佬没想到我能这么秀 大叫道 这不可能 你不可能这么快掌握风魔幻境 我坐在椅子上 冲他黑黑一笑 原来这里叫风魔幻境啊 别急 别急 带我继续往下说 第二 还记得我中血石的时候吗 那个痛感可是极其真实 我一度怀疑我要疼死了 不过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为什么我开始并没有那么大的痛感 当你又是骨头又是虫子的时候 我才看向伤口 而痛感就是那个时候急速增强的 看着死鸡佬半天漠不作声 我继续说 不好回答 那我来帮你回答一下 不过就是你用语言引导我 让我感觉那个时候真的有只虫子在我手臂里 同样也是为了增加我的恐惧感 其实最让我肯定的是第三点 我实在想不明白 为什么你的地盘里锁链会攻击你 那就很简单嘛 这空间明显具有某种规则 你想到什么就会出现什么 想象我直接死亡这种肯定不可以 必须是我觉得自己已经死亡才可以 否则进来的瞬间我就死了 特别是这句话 这封印邪恶的质保 这几百年的孤独 这么中二的台词真让我羞耻感拉满 说着我还不忘记嘲讽他一波 这封印邪恶的质保 应该是你想出的 鬼王明显与正义扯不上关系 但看你的样子 你也不是什么好人 所以这个质保一样会对你发起攻击 再结合一下你刚刚要让一群和尚神魂俱灭 你应该是被封印了 而封印你的就是那个木核吧 怪不得木核上的木屑会掉落 我被木屑吸引注意力 而你拉我进入幻境就更容易了吧 死鸡老愤怒的说 那群和尚不公让我失去了自由 还让我失去了 就在我好奇的问下面了 细节呢 他却不说了 反而开口对我说 你的确很聪明 你是我几百年来见到的唯一修真者 或许你能帮我达到我的目的 说吧就像我扔过来一个血红色的珠子 先暂时跟着你吧 此乃血明珠 他和外面的本体一起才能发挥真正的力量 作为我血明暂时的主人 你的名字是 千行 千行 别让我找到机会 我没有当别人手下的习惯 说完死鸡老就消失在我面前 我黑黑一笑 巧了 我也没有当别人手下的习惯 所以你一点机会都没有 空中传来一句话 希望如此 然后又一瞬间 我又回到了忘年格柜台面前 回来了 这橙色物品也太难拿了 恭喜宿主获得了血明珠的敬养 装逼直加三百 这时我才反应过来 大骂道 我靠 系统你现在才出现 我差点就被人搞死了 随后系统就开始了一系列的自我狡辩 行 你帮我恢复一下鬼王戒总行了吧 我就纳闷了 幻境中也能把鬼王戒封印了 系统提示 宿主进入五行断体绝人戒篇中 有自动解封或者对换完整鬼王戒 需花费七千点 我大惊七千点 系统 你这个憋三是不是在算计我 先生 先生 小方在我身后不断叫着我 我疑惑地转过头 怎么了 小方长呼一口气说 您没事吧 您已经站在原地快十分钟了 我刺了呲牙道 没事没事 这个盒子什么价格 小方听到我要买这个 不敢相信的又确认一遍 啊 你要买这个盒子 对啊 怎么了 难道这个盒子是不出售的 小方左顾右盼看了看周围 然后小声跟我说 不瞒先生 这个盒子从国外盗墓回来的 盗墓 小方赶紧捂住我的嘴 先生 你小声点 你要那么大声 我就不告诉你了 我摆了个手势表收根 没问题 随后小方一本正经地说 先生 这个盒子是不久之前 才放在这里展示的 其实这个盒子年代久远 又刻有佛门贩子 还是有不少收藏价值的 不过听说 当时盗墓的几人 除了一人全部死在墓穴里 每一个死去的人 都是面无表情的直接死亡 尸体上根本没有伤痕 唯一带着这个盒子 走出墓穴的人 没几天也被人发现在家中死亡 后来 我们老板不知道 从哪里弄到了这个盒子 摆在这里售卖 奇怪的是 好像这个盒子 根本没有人询问过价格 我们员工不是刻意注意的话 平时完全想不起来 还有这个盒子 你看 这个盒子这么诡异 先生你还要购买吗 我无所谓表示 买 这么神秘的盒子 刚好符合我神秘的气质 此物和我有缘 必须要买 说说吧 它什么价格 小方说 既然先生一定要买 三万零 还没等说完 就被人打断 十万 说话之人正是被金姐找来的靠山 陈经理 我不耐烦地看着金姐 怎么又是你 你是记性差 还是我给你的教训不够 金姐对我说 我可没有为难先生的意思 只是我们陈经理听说 您这样的贵客光临望年格 我出来引荐一下而已 您这话可就冤枉死我了 我没鸟他 转头看向陈经理说 三万变十万 做生意可没有这样的道理 您这可是坐地起价 摆明了欺骗消费者 陈经理推了推眼镜说 先生 这您可能有点误会了 三万这价格肯定是小方的工作失误 说完还冲小方示意 对不对 小方 我接过话题 行了 这盒子真买下来我可就成冤大头了 这样吧 这个盒子我不要了 把办卡的钱退给我吧 金姐早就在等这句话 赶紧搭查 先生 哪能让您久等 您的退款应该马上就到才对 这时短信声音响起 您的账户到账金额一万元 剩余金额两百万元整 这把陈经理给吓了一跳 磕磕巴巴地问我 不 多少 我给他看了下我手机里的余额 抱歉抱歉 刚换的手机 忘记调精英了 我看陈经理这表情 立马加了把火 黑黑一笑 还是说 你的老乡好 你的店员没把我的余额告诉你 此时金姐也发现陈经理脸比较黑 紧张的辩解说 陈 陈经理 他只在我们这边办了基础会员卡 上个月我办了多张至尊会员卡 张公子也冲了一百万 您 只听啪的一声 陈经理回手一掏 给了金姐一耳光 愤恨地说 你差点坏了我大事 金姐坐在地上说 陈经理 您听我解释 不用解释了 蠢女人 说完拿膀胱扫了我一眼 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 看来这位爷 完全没打算放过你 然后又继续对金姐说 这位公子能随身带着几百万现金 那得是什么样的身份 也是你能为难的 去给公子道歉 明天开始你不用来了 金姐哭着说 不要 我知道错了 经理 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上有老下有小 我真的不能没有这份工作了 说着 就爬到我的面前 抱着我的大腿对我说 先生 对不起 求求您帮帮我 你说的话我们经理一定会听的 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呀 先生 求求您 我也不想继续在这件事上浪费时间了 于是对金姐冷冷地说 你先把手放开 行了 你走吧 这事就算过去了 金姐连忙感谢 我说 别谢我 要谢也是谢你的陈经理 他不打你 你怕是真的要被开除了 陈经理好手段 先是打人试探我的反应 然后让他来求我 从源头解决问题果然好手段 陈经理赶忙谦虚地说 公子过誉了 公子过誉了 我问陈经理 那这个盒子我现在能买了吗 陈经理说道 怎么能收买 公子也太小瞧本店了 这事情我做主 这盒子直接送给公子了 我不禁夸赞道 陈经理的确有一套 然后把会员卡交给小方说 把盒子的钱冲进去吧 等一下把盒子给我就行 我没有占别人便宜的习惯 小方高兴地接过卡 好的先生 这就给您重新办理 此时我心里也在考虑着 能把盒子放在这里的老板 他的便宜可不好占 不知道这老板到底是什么人 经过一些烈的折腾 这个盒子终于被端在我的眼前 少爷 您看看是这个盒子吗 没问题的话 我让小方给您装起来 这样方便您带走 我仔细看了看 嗯 没问题 就是他 确认完盒子后 还不忘记给陈经理来一顿彩虹屁 陈经理果然诚信经营 直接装起来吧 陈经理被我说得有些不好意思 一边擦着头上的冷汗 一边心虚地说 生意 生意而已 我指了指后便对他说 别笑了 那边来客人了 你快去忙吧 不用管我 陈经理边转头边对我说 没事 千少爷 我就在这陪您 其他人哪有您重要 话还没说完 他就看到后方来的人正一步一步往这边走 看陈经理这左右为难的样子 我摆了摆手说道 去吧去吧 早就让你去了 陈经理临走吩咐小方 你照顾好客人 上湖最好的龙井 小心伺候着 说完就冲着三人说 各位贵客远道而来 有失远迎 有失远迎啊 我看到为首的女子 年纪不大 长得还挺漂亮 就是这眼神 冷得像冰山一样 此时 我口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我拿起一看 是孟炫雅打来的 喂 炫雅 炫雅在电话里问我 你在哪呢 我们这边要买完了 要不要我和阿大街你回去 我告诉他我在古安街的忘年阁 你们过来吧 孟炫雅说 知道了 你在原地待着 不要乱跑 话说这孟炫雅是真跟我混熟了呀 这摆明是在占我便宜 竟然把我当小孩子看 刚挂完电话 小方就在身后叫住了我 千先生 您的盒子给您包好了 我伸手去拿 却被人给拦住了 我抬头一看 是刚才的那个妹子 我一把提起袋子问道 小姐姐 你这是 小姐姐木讷地说 盒子 我要 啥 你要 是不是有点太快了 我渐渐地说 我可不是那么随便的人哦 这盒子可是我花钱买的 不过你要用墙的话 我也不会反抗 一起随行的中年男人 有些受不了了 撸起袖子就要过来打我 老爷子 我一定要宰了这个贱人 年长的男人制止了他 不要冲动 孙女刚刚下山 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看看他准备怎么应对吧 妹子以为我想要钱 于是对我说 钱 我有 说完就开始脱身上的衣服 我经了的大惊 我靠 这是 金甲内衣 妹子说 这个买你的盒子 我内心直呼 小姐姐 你这操作 在下属时惹不起啊 我捂着发红的脸说 你这也太天然了 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呀 警察叔叔 不关我事啊 小姐姐同行的两个人 也实话住了 老爷子 是这样适应的吗 我觉得不对啊 废话 当然不对 那个混蛋师傅 都在叫小雪什么东西 我手指偷偷留个缝 一边看一边 对这两人说 喂 老先生 您家的孩子 您管不管了 老先生严肃地说 小雪 先把衣服穿好 妹子呕了一声 随后又把衣服 乖乖地一件一件穿了回去 见到这妹子如此奢侈 不禁感叹了 这什么家庭啊 金甲当内衣穿 系统 帮我查一下 这三人的资料 看这三人的资料 感觉都挺不一般啊 见到天才 各种队长 还有一个系统 特别提醒的军区参谋 这一家什么来头 我看了眼身边的妹子 见她一动不动 我摆了摆手 喂 你没事吧 这时 年长的男人对我说 小兄弟 不必担心 我这孙女从小上山学艺 山野之人喜爱清静 养成了不善交流的性子 还望多担待些 倒是不知道 小兄弟能否忍痛割爱 将这盒子让于我 老夫必有重险 我心里一阵琢磨 这位老先生看起来正直得很 不像是坏人 不过以防万一 还是先探探情况再说 于是我对他说 老先生 能不能问一句 这么个破盒子你也要 似乎看出来我说话的用意 老先生轻笑一声对我说 小友也不必试探 盒子内的东西你我都知道 我也不瞒小友 我要这盒内的东西 是为了救治家人 既然小友没有卖的意思 不如老头子 以百万的价格租借几天如何 事成之后 必定奉还 我心里暗道 这老先生果然厉害 短短几句就把事情定死了 开口就是救人 租借 让我找不到拒绝的理由 赤裸裸的阳谋啊 我笑呵呵对老先生说 老先生 您都说到这地步了 再不答应就是我不懂事了 不过呢 我有个小小的要求 租给你没问题 但是救人的时候 我要在旁边 这个没得谈 老先生也很爽快地 答应了下来 突然一个声音从门外传来 我觉得不太合理 不如听听我的意见 屋内的几人顿时一惊 定睛一看 一位蓝头发的小屁孩 和一位绑大妖元的巨害 身旁还站着菁姐 指着我对蓝发小屁孩说 先生 你要找的盒子就在她的手上 蓝发小屁孩说 盒子我要 你们 全去死 菁姐也附和地说 对 对 他们全都该死 话音刚落 一只巨大的手将菁姐的脖子给掐住 只听咔嚓一声 菁姐升天 灵达之前 颤颤巍巍地说 为什么 小屁孩抓起她的头说 做人吗 最重要的是讲诚信 说杀你们全部就杀你们全部 当然也包括你 各位觉得呢 说完就放声大笑 老先生见状 拿出手机 发了条信息 随后又将手机装回口袋 心里惊讶到 没想到四号竟然亲自来了 救命啊 闹出人命了 菁姐升天 对方明显是心狠手辣之辈 叶妹子目光一宁 拔出腰间的长剑就向那两人冲去 长剑带起一串剑影 眼瞧着就要斩到二人 小屁孩不慌不忙地说 人类中 果然只有女人更有趣 随后听见 当的一声 就像是金属互相撞击一般 只见后方的镖形大汉 抬起胳膊一挡 就将妹子剑拦下 看到这样的情形 妹子冷冷地说出一个字 腰 屋内众人顿时就惊了 这世界竟然还有腰的存在 小屁孩对着妹子说 姐姐 你随便暴露他人身份 可不是个好习惯 说话的同时 小屁孩手掌张开 手指处开始出现 一团轻悠悠的火烧 而身后的镖形大汉挥舞着拳头 就向妹子吹来 一连过了数招 不分胜负 但奈何力量上的差距 一不小心 妹子手里的剑被大汉打飞了出去 就在此时 小屁孩大招前摇的蓄力已经完成 只见五指都冒出了轻悠悠的火苗 副手大喝一声 武灵轮 说完就向着妹子冲了过去 姐姐 下辈子注意点 妹子显然也不是等闲之辈 眼见情况危机 妹子临危不乱 运起心法口诀 我心 将被弹飞的宝剑召唤回来 说时时内是快 小屁孩的杀招已到身前 妹子刚好握住飞回来的宝剑 一招 无翘 就与小屁孩的武灵轮队撞到了一起 势均力敌 双方都开始暗暗较劲 终于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妹子与小屁孩都各自往后退出了术步 才终于站稳 遇之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战斗瞬息万变 现场唯一的战斗力与小屁孩势均力敌 小屁孩建成精力要跑 立刻施展妖法 将大门给兵封住 我说过 你们全要死 一个都跑不了 目前对人类这一方不利 我立刻询问系统 对上他们我有几成胜算 系统经过一顿分析 得出结论 宿主境界碾压目标 但宿主不学无术 鬼王借以被封印 建议宿主顺步跑路 跑 怎么可能跑得掉 我看着手里的盒子 心想 血明才刚刚苏醒 这群人就已经知道他的位置 想必他们有能够追踪的仪器 不过我静静碾压他们 看来还有机会 我放下盒子 屋内一群人健壮 目光都聚焦了过来 小屁孩对我说 虽然是废物 不过选择还算是聪明 那你就最后一个死好了 身旁的老先生也对我说 小友 你先离开吧 这两人事关重大 剩下的事交给我们 见我没回话 又询问了一声 此时他们并不知道 我正在跟系统沟通 如何让我度过这场危机 系统 给我计算 根据系统最优解计算 兑换初阶段体决巅峰 虚装逼直500点 是否兑换 系统还不忘记提醒我 学习过程会产生创伤和疲劳 小屁孩摸了摸肩膀的小蛇 对妹子说 姐姐 你和那裙废物不一样 我给你选择的资格 加入我们 我就放过你 怎么样 这种机会可不是谁都有的 妹子一脸淡然 老先生开口说道 你们也开始讲信用了 似乎他们并不是第一次打交道 小屁孩说 老东西 看破不说破 不懂吗 说完就凝聚了一块冰锥 向老先生袭来 妹子健壮赶紧用宝剑将其击碎 这时 中年男人也看不下去了 摆好架势 飞身上千就要开干 笑谁老东西呢 妈的 不会说话就滚回家 让你家人好好教你 只听喷的一声巨响 两拳相撞 脚下的地板都发生了军裂 妹子也上前继续跟小屁孩缠斗 姐姐 虽然我不讨厌你 但是老东西说的对 只有你躺着不动 我才能满足 所以 你去死吧 说话间 红上方凝聚出无数的冰锥 就向我们袭来 眼见无数的冰锥向众人袭来 叶妹子奋不顾身 挺身而出 挥剑抵挡 但奈何数量太多 叶妹子虽然全部抵挡下来 但浑身上下 也都是伤痕累累 甚至脚已经被冰锥刺穿 被钉在了地上 反观小屁孩 仿佛并没有什么消耗一样 嘲讽说道 好厉害 好厉害呀 为了后面的废物 竟然不躲闪 强行全部挡住 那么接下来你该怎么选择呢 说吧 空中凝聚出两把冰键 飞速射向两个方向 一方是小方二人 另一方叶妹子自己 来看看你的选择 会不会让我更兴奋 情况如此危急 叶妹子也没有一丝犹豫 说了一声卑鄙后 手里的剑 迅速向着小方二人方向 投掷出去 叮的一声 斩断了飞向他们的冰键 而这无一把危险留给了自己 真是感人的选择 那么你就去死吧 冰键离叶妹子越来越近 众人大惊 叶妹子也仿佛放弃了一般 闭上双眼 等待着死亡的来临 等了一会后 并没有感觉到疼痛 睁开眼发现我站在她的身前 将她护住 冰键就这么直直地 撞在了我的后背上 我摸了摸叶妹子的头 你做得已经很棒了 放心 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小呆呆 小呆呆 叶妹子对这个自己的新称呼 着实有点懵逼 在我转身之际 我询问系统 是不是每次学习都要搞这么痛 为什么这次没有昏过去 系统解释说 经过上次 宿主精神力有全面增长 断体绝更是全方面把宿主身体增强 所以这次恭喜宿主可以体验整个过程 小屁还见叶妹子平安无事 暴怒道 为什么 为什么要打断我的安排 我想看的 我想看到的 只有血啊 都是你 全都是你的问题 你很爱眼 给我消失 说完 无数饼飞剑就向我飞了过来 给我消失 化阶上级 小屁还发飙了 发射无数饼兵剑向我袭来 我单手插兜 做好准备来享受这一波针灸按摩 血凝这个时候跳出来说道 空有境界 没有攻击手段 不如你把身体交给我 我来帮你解决 我不耐烦地说道 哪凉快哪待着去 我周身凝聚出护身钢器 通过刚刚的测试 对方对我造成不了伤害 刚好测试一下断体绝的强度 不过 不管怎么说 装个逼先 此时兵剑已经撞到了我的护身钢器上 瞬间就融化了大半 未伤到我分毫 我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嚣张地说着 有趣 真有趣 这是有多久了 三百年 还是两百年 真是太久太久没见过妖了 真是有趣 此刻在风魔幻境里的血凝 简直骂娘的心情都有了 真是离了个大半 伺候着冲我说 你他妈要不要点逼脸 有你这么原封不动的抄袭的吗 我对血凝说 哎呀 我就不要脸了 你能把我咋办 再逼逼小心蛋蛋我给你捏爆 之前还嚣张的小屁 还此时也惊呆了 怎么可能 宗世静 你 你究竟是谁 原来这个世上已经没有人记得我了呀 我抬起手 哈 你计武连鞭就招呼到他脸上 熊孩子就是欠收拾 我赶时间 你们一起上吧 恭喜宿主装了一个恍若魔神的逼 装逼直加三十 装逼直加四百 小屁还招呼着熊强 身后的巨汉立刻腰化 中年男子大吼道 小子 小心 这熊妖力量很大 熊强连挥术拳向我袭来 我轻松闪过 期间还不忘嘲讽一波 大 什么很大 有多大 我这波骚操作可把中年男子给看兴奋了 卧槽 兄弟 牛逼啊 另一边 小屁孩还没从我的五连边回过神来 捂着脸 不敢相信地说着 杀了你 我一定要杀了你 我也没想到我这么牛逼 应付熊大的攻击绰绰有余 我转过头一看 优呵 小屁孩还在那捂着脸发呆 不行不行 我得上去挑逗挑逗他 我一个顺步闪到他身后 搂着他的肩膀在耳边轻声地说 杀了我 你以为你做得到吗 小屁孩 他突然反应过来 立马跳开 大声吼道 我不信 这种全身覆盖内镜的消耗方式 根本不可能持久 我散掉全身的护身钢器 夸赞道 战斗本能还不错 知道第一时间和我拉开距离 不过哪怕我散掉内镜 你也伤不了我分好 小屁孩健壮 似乎早有准备 立刻让肩膀上的小蛇咬在了手臂上 流出鲜血 汇聚到一起 大吼道 这是你自己找死 血刃 他对这一招信心十足 心想 经过小白的增幅 冰刃的威力会大幅增强 而且上面会附带小白的蛇毒 哪怕只是擦伤一点 也会全身麻痹 没了内镜护体 我看你还怎么打 与此同时 熊强也从我后方袭来 看来我被前后夹击了呀 没关系 我还有一招 百分百空手度白刃被动技能 只见我抬起右手 用力一握 血刃就被我牢牢抓在手中 顺步 紧接着 我又闪现到了熊强的手臂上 拿着血刃向着熊强的头 就劈了过去 当 血刃被弹飞 哦哟 不仅大 还很硬呢 我借力顺势高高跃起 一记后空翻 单手插兜 再一次将血刃抓在手中 我这一套动作行云流水 这可把边上看热闹的中年男人 激动坏了 抱着年长的男人就贴了上去 边贴边说 老爹 快看 空手入白刃 我跟你说过的空手入白刃 女儿 你看到没有 后方的两个普通人 哪见过这种场面 跟着小呆呆就一起陷入了懵逼中 战场中 我提着血刃落地后 立刻弹射出去 S路线走位 直接绕到熊强的身前 提键上条 我看看是不是真有证明 随后就听见一阵鬼哭狼嚎般的叫声 但随 我依旧单手插兜 一脸平淡地说 这个 搞定 感受着刚刚当血刃传回来的力度 我不禁吐槽道 你也没多硬吗 这玩意估计是用不了了 我随手一扔 直接扎到了身旁倒地不起的熊强身上 叶妹子虽然有些呆呆的 但此时也被我的骚操做给逗笑了 陈经理和小芳都是普通人 哪见过这般场景 都被我给彻底折服了 中年男人倒吸一口凉气 这小子手好黑呀 旁边的年长男人淡定地说道 除了个大门派悉心培养的几个 哪一个宗师静不是尸山穴海里杀出来的 天才总是要有些缺憾才像人 只要不危害社会就好 转念心想 宗师静 这可是战略资源嘛 就交给那几个老头 头疼去吧 我就不操心了 中年男人好久都没缓过神爱 总感觉下面拔凉拔凉的 另一边 我转头看向了小屁孩说 轮到你了 小屁孩还处于震惊当中 不可能 竟然顺秒雄强 这不可能 说着又在身边凝聚起树把血刃 准备再一次进攻 我轻轻地说 没什么不可能 做好准备了吗 小屁孩疑惑问道 什么准备 只见我顺移到他身前 再一次施展空手入白刃 抓住一把血刃 用力劈下 小屁孩疼得哀哑直叫 我轻蔑地继续说 当然是受伤的准备 此时的小屁孩终于意识到我的强大 看我的眼神就像看到怪物一样 他的那点自信心也已经被我完全斩灭 赢不了 真的赢不了 说着就打算逃跑 这是从暗处传来一人说话的声音 夜师 不愧是你 让我们看了一出大戏 随后年长男人手臂一挥 按计划行动 小屁孩此刻更加震惊了 因为他看到了躲在暗处的人 正是龙悠悠 只见龙悠悠转着手里的钢针 悠哉地说道 悠 小学弟 你是准备自己跟我回去 还是我动手请你回去 小屁孩慌张地大喊道 你做梦 说吧就一把抓向自己的手地 龙悠悠见状 真是一点都没学乖 说着 马上就发动了攻击 情况万分危急 小屁孩直接将半截手臂扯下 扔向空中 大喊 血精 可能是受伤太重 随后咳了一口血后说道 这满天的冰晶 只要你吸入一点 你就会失去行动力 龙悠悠 再见 然后转头又对我说 我已经记住你了 等着吧 血凝珠我们一定会来取 到时候我要把你的四肢 一节一节地砍掉 让你生不如死 我一脸猛逼 别啊 你的手又不是我弄断的 冤有头 债有主啊 这一次的风波 随着小屁孩的逃跑 终于结束了 叶老三人来到我面前感谢道 多谢小友相助 若是没有小友此次 恐怕凶多吉少了 我微笑着说 老先生 我擅自出手 希望没给您老添乱吧 叶老赞许的对我说 真是不辞老都不行了 这都被小友看穿了 其实我们这次主要是 想要救治小雪的母亲 还望小友出手相助 这时 龙悠悠过来对叶老说 报告夜师 作战目标已完成 叶老询问 故意放走目标 目标是否有所察觉 龙悠悠看了我 并没有直接开口回答 叶老看出了龙悠悠的顾虑 随即对龙悠悠说 你直说就好 不管小友愿不愿意 他已经成为事件的中心了 多了解些情报 也好有个准备 龙悠悠开口说道 报告夜师 也按作战计划 故意放走四号 并在他身上放置追踪器 目标并未察觉 叶老 闻了一声 然后对龙悠悠说 龙对 善后工作交给你了 处理完后来找我 龙悠悠说了一声是 随即转身离开了 看着他俩在我面前 说的这些话 心想 我靠 这老头什么鬼啊 翻手布了这么大个局 副手又卖我情报 我一顿猛干反倒 还欠他一个人情 这老鬼还等着我谢他 我他妈绝对不会感谢你的 心里倔强得很 身体还是很谦让 算了就谢一下好了 就一下下 叶老一副得逞了的样子 挥手表示 客气了 小友年纪轻轻 以归为宗师之境 日后必定前途无量 我也只是想与小友 结一份善缘而已 我也谦让地说着 哪能 哪能 我才要跟老先生 多多学习才是 这老鬼一顿彩虹屁吹捧我 心想着以后 一定要远离他 不然被他卖了都不知道 中年男子这时 也过来我们这边 对叶老说 老爹 我们边走边聊 救人为重啊 叶老嘱咐道 你跟我去开车 小雪腿脚不便 暂时交给小兄弟照顾 说完两人就离开了 我来到叶妹子这边 叶妹子主动开口关心我 你还好吗 这时我打算逗逗她 自信地表示 顶得住 救人没啥问题 你这是在关心我吗 没成想叶妹子 不按套路出牌 毫不犹豫地承认了 这下犯男的可就是我了 把我弄得都脸红了 已经走远的二人 边走边讨论 老爹 你听到没有 我的小棉袄 要被别人带走了呀 老爹 你别拽着我呀 我要回去 我将盒子递给了叶妹子 直接将她抱起 帅气地说 你的脚走不了吧 搁带你飞 说完一个顺步 直接来到望年阁门外 系统突然响起警告 宿主精神力以透支 然后我就感觉头一阵眩晕 直接就昏了过去 正好倒在了叶妹子的身上 这时 远处传来阿大的声音 小姐 是少爷 原来是炫雅和阿大赶了过来 见到昏倒的我 炫雅立刻叫阿大 给我做人工呼吸 在不远处 龙悠悠拿起手机 拍了张我的照片 发给了她的闺蜜小月 小月回复道 你找到她了 你在哪 我立刻过去 随后龙悠悠悠 拍了炫雅和叶妹子照片 发了过去 并说她身边 有两个漂亮的妹妹 龙悠悠的本意是想说 小月啊 原谅我 红为宗师镜 我太明白 她的身边有多危险了 而且她已经成为 事件的中心了 你们 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没想到 她的闺蜜竟然会错意 回复说道 我懂了 好姐妹 我补个妆就过去 气得龙悠悠 直接摔了手机 大骂道 重点在这里吗 大花痴 由于精神力透支 我昏了过去 此刻我躺在一张大床上休息 许久过去 我睁开了双眼 疑惑问道 炫雅 这是在孟家 炫雅说 不是 我们在小雪家 我和小雪是邻居 也是小时候要好的玩伴 你突然昏倒吓死我们了 我累得擦 我以为八竿子 打不着的两位妹子 竟然是邻居 这是什么狗血剧情 为了掩盖尴尬 我跳下床说道 我怎么可能有事 炫雅调皮地说 嗯嗯 你最厉害 不知道谁昏倒的时候 要不是抢救及时 估计现在还在躺着呢 小雪伸出大拇指 对刚才炫雅说的话 表示赞同 同时说道 人工呼吸 厉害 啥 人工呼吸 我以为是面前的两妹子之一 于是好奇地问是谁 这可是要负责任的 那可是我的第一次啊 小雪刚想说 就被炫雅给拦住了 小雪 我们出去 千行你自己慢慢猜吧 卧槽 炫雅 什么情况 话到嘴边又收回去了 你俩站住 不说清楚跟你没完啊 画面一转 由于我已经恢复好了 就跟叶老几人 一起来看看小雪母亲的状况 小雪的父亲说 我和小雪都已经将内镜注入血凝珠 可完全没有作用 血凝珠一点反应都没有 叶老也在这时对我说 小兄弟 本以为血凝珠能将小玉唤醒 可现在 哎 在了解了病情后 我在蜂魔空间呼唤着血凝 干活了 干活了 此时血凝在蜂魔空间里 幻化出了液晶电视和沙发 此刻正懒散地在那摊着看电视 我又不是射处 干什么活 我吐槽道 我靠 你哪学的射处这个词 血凝一边按着遥控器一边说 刚才电视里学的 你来这里 让我干嘛 我说 外面那个人你能不能救 血凝很不屑地挖着鼻孔回答道 小问题 就是中了幻境而已 看来血凝有能力救人 为了感谢 我临走的时 对他扔了一台游戏机 又说道 OK 对了 只有电视是不完整的 送一个好东西 退出蜂魔空间后 我对叶老说 叶老啊 您别叫我小兄弟了 我叫千行 你叫我小千或者老千就成 叶老出于我宗师境的原因 觉得不太好 又问道 这好吗 我拿起血凝珠说 没什么不好的 我不是都叫您叶老了吗 至于血凝珠 并不是没有作用 而是你们使用的方法有问题 能说出这句话 叶老他们也听出了 我知道血凝珠的使用方法 小雪拉了拉我的一脚 我轻拍了拍他的手 让他放心 随后装逼的说 不仅仅是知道使用方法 这世界能使用血凝珠的 应该是只有我了 恭喜宿主装了一个 天下唯一的逼 装逼直加十 装逼直加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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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老担心的问 小千了 那小玉的是 我说放心吧 叶老 我还欠你原情呢 小雪父亲也对我说 好小子 如果你真能救小玉 以后有事你尽管开口 就是拼了这条命 我也给你完成 我一口答应下来说道 那我可先给你记下来了 行了 大家先出去吧 站在这里会影响到我救人 看着他们都出去 也关好了房门 我叫血凝赶紧出来 血凝看了眼 躺在床上的人 呦 这手法太熟悉了 有趣 随后在胸前画了一个圈 飞到小雪母亲的身上 换离 姐 红圈消失 血凝也回到了血凝珠 并开口说道 等下他就会醒了 我要去搞定碧琪公主了 再见 我一听 大跌眼镜 尼玛 碧琪公主 水管公 超级玛丽 我推开房门 看着门外着急等待的众人 我自信地表示 搞定 你们看望下 还是让他多休息为主 众人一拥而入 我看叶老没动 似乎是在特意等我 我上前询问 叶老 你不进去看看 果然叶老有些事 想要和我单独聊聊 与此同时 收到了系统提示 恭喜宿主装了一个 悬壶济世的B 装B直加100 我对叶老说 您可以先进去看看 我可以在这等您出来 叶老说 既然小千说没事 那必然没什么问题 随后我俩就来到了 叶老的书房 小千 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了 你知道齐奥吗 我询问那是什么 叶老继续说 根据我们探查到的情报 齐奥的存在 已经超过了200年 他们的首领 至今无人知晓 只知道他们成员 主要有武者 超能力者 以及妖兽构成 并且凡事出现在 在人类社会中的成员 无疑不是内进出阶以上的实力 而据我所知 负责血凝珠任务的 4号林默是内进巅峰 我疑惑地问道 那个熊孩子只是4号吗 血凝珠任务又是什么 叶老解释道 根据我们的调查 血凝珠任务 是齐奥内这几年发布的任务 并且它是齐奥最神秘的1号发布的 几年内血凝珠 一直没有确切的消息 直到三天前 血凝珠的气息在江北市出现 等我们锁定它时 它的气息已经消失 没想到三天后 血凝珠爆发出比之前更强的气息 也让我们锁定了望年格 听到这里 我不禁回想起这段时间的经历 三天前 那不就是我刚刚得到系统成为修真者呢 我靠 那个时候血凝珠就知道我的存在了 这个死人妖竟然没告诉我 我又询问 叶老 你知道齐奥要血凝珠的目的吗 叶老摇摇头 表示这也是我想知道的 所以这次 我懂了 我接着叶老的话继续往下说道 所以这次 叶老在望年格布下这个 以血凝珠为耳的局 齐奥找血凝珠找了几年 那边别墅不知道 就算知道有埋伏 这次也要来 哪怕是折损人手 也必须知道血凝珠到了谁的手里 只是他们没想到 叶老你故意放走从孩子 还在他的身上安装了追踪器 叶老啊 您可不仅仅是想知道 齐奥寻找血凝珠的目的 还想知道齐奥的老家在哪里吧 叶老夸赞道 小千你果然才思敏捷 不愧是年纪轻轻就能到达 宗师境的人物 我回复道 还是叶老您料事如神啊 一切都在按照 您老的剧本演的 只是还有两个地方 我还没搞清楚 叶老表示我尽管问 第一 刚刚叶老您一直在提他们 但我想知道 和他们对抗的你们是谁 第二 如果说熊孩子 仅仅只是血凝珠任务中的四号 那么负责这个任务的 到底有多少人 他们的实力是什么 叶老说 小千 这也是我和你谈的主要目的 忘年阁内齐奥的做法 你也看到了 为了达到目标 不择手段 而我们军方成立了特殊处理小组 就是为了抓捕他们 至于血凝珠任务 我们掌握的情报也不多 只知道齐奥的主要成员有六人 而林默排在第四 在他之上的其他三人未知 按照四号的实力推断乃卡 林默之上的几人最低也是宗师境 甚至还可能更高 听到这里 我也明白了许多 对叶老说 也就是说 我被盯上了 不知道叶老认为我现在该怎么做呢 叶老继续说 小千 你的底牌我不知道 如果你只是想问我 扪心自问 我是你这个情况的话 一 放弃血凝珠 二 加入特殊处理小组 毕竟在我看来 年纪轻轻达到宗师镜 毫无疑问你是个天台 只要给你时间 我相信以后的世界有你迁行的声音 我伸了伸懒腰说道 叶老 您的好意我心灵了 今天我放弃血凝珠 下次他们看上我的命 我也拱手让人吗 至于您说的特殊处理小组 我可是个好学生 叶老听后 说了句好 如果你真按我说的去做了 我反而会看定你 后面我这边的情报 会第一时间给你共享 希望我们还有合作的机会 我站起身对叶老说 那就先感谢叶老了 我先出去了 说完转身就向外走 突然我想起来一件事 又回头对叶老说 对了 叶老 关于咱们说好的钱的问题 叶老一正言辞地说 小千 不要说了 居然跟一个宗师谈钱 简直是侮辱你 我心想着 怎么也要算计下你这老鬼 然后抓紧跑路 于是又说 不知者不怪嘛 钱不钱都无所谓 但是谈好的事情 怎么好收回去呢 是吧 叶老 最后我终于得到了一张卡后离开 同时系统提示 恭喜宿主装了一个 无耻至极的B 装B指甲5 带我走后 叶老在纸上写着什么 忽然开口询问 龙队 你怎么看 这是龙悠悠说了句 无耻至极后 从屏中后走出来 叶老询问 熊墙那边醒了 醒了 什么都不肯说 追踪器那边确认到位置了 位置已确认 需要我们先包围他们吗 不 缺乏情报 暂时不要动 你现在的任务是保护千行 我叶家欠了他一份大人情 是 调查下他在哪里上学 你去他的学校 做段时间的老师吧 从叶老的书房出来后 我心情大好 这老鬼竟然想赖账 还好哥够机智 这时炫雅和小雪见到我出来 赶紧过来打了个招呼 我询问 你们俩这是干嘛呢 炫雅说 是小雪找你 沈阿姨才刚刚醒没多久 小雪就到处找你 她脚又不方便 我就带她过来了呗 我又看向小雪问道 小雪 你找我有事 小雪突然弯腰90度对我说 谢谢 我微微一笑 小雪 我们是朋友啊 不要这么客气嘛 小雪一听 立刻高兴地说 朋友 我手指抵住她的下巴深情地说道 对啊 朋友应该互相帮助 现在你帮帮我 告诉我 是不是你帮我做的人工呼吸 这时 炫雅突然拉着我就往外走 说道 小千 你这样利用小雪的单唇 太过分了吧 小雪该休息了 我背对着小雪 伸出刚才用的那根手指说 朋友之间 不用道谢 炫雅对我吐槽道 你也真是的 小雪的妈妈才当当醒来 人家肯定有很多话要说 你还问这问那呢 我这不是好奇我初吻去哪了吗 要不然 你告诉我 炫雅做了个鬼脸 你想得美 自己查去吧 我无奈地说 早晚我会知道的 后方的小雪 此时双眼放光 满怀欣喜地目送着我和炫雅离开 孟家偏听 孟老爷子询问我 小千 夜南军那老小子没为难你吧 我摆了摆手 他有让我进入特殊处理小组的意思 应该是想保护我 不过我拒绝了 随后我坏笑着说 临走的时候想赖赞来着 不过 被我小小子算计了一下 孟老爷子听到后 哈哈大笑 能算计这老小子的人可不多 当兵的时候他就鬼脸子多 胆子又大 连团长都敢当成棋子布局 要不是真有两把刷子 早就被一枪崩了 既然他想找你进入特殊处理小组 应该还有别的意思 这老小子怎么想的没人能猜头 听小雅说你在望年阁昏倒了 没什么事吧 我轻咳一声 没什么大事 就是碰到个内境巅峰的熊孩子 随手教育了一下 至于昏倒应该是没休息好吧 先不说这个了 我要的材料都买回来了吗 炫雅说 材料已经放在你房间里了 二楼第一间就是 不过你想现在就练单 身体不要紧吗 我回答道 没事 阵言已经有了 事不宜迟 而且明天我就开学了 老孟 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下录取通知书 江北科技大学的 孟老说 这都是小事 明天你直接去张校长办公室就行 等一下我就给老张打个招呼 我又说 还有件事 我是大宗师进这个事 就别向外人说了 我可不想被人特别关照 孟老表示 放心吧 不会有别人知道的 回到房间 我向系统兑换炼丹炉胚 将血凝珠放入器中 充当阵眼 待一切就绪后 那就开始吧 又按密林深处 熊孩子拖着受伤的身躯 打开了一处秘密大门 红魔已确认 随着机械的声音响起 大门打开了 熊孩子站在一处巨大的屏幕前 屏幕上出现了几幅神秘的面孔 四号 你失败了 其中一个人问道 另外一人抢心说道 大人 小泥丘的失败并不奇怪 他只是个内进七的小废物 大人的期望值过高了 熊孩子气坏了 大吼道 你是想死吗 那个人又说 你应该庆幸你是一只妖 手臂还能再生 否则我会亲自把你变成蛇更送给大人补补身子 见两人吵得不可开交 为首的神秘人立刻出声制止 够了 四号 为什么会失败 熊孩子说 大人 这次任务我碰到了龙悠悠 而且当时还有一个武道宗师在场 我的血刃对这个宗师毫无作用 回首的神秘人轻易了一声 你的血刃竟然没有作用 看来这个宗师至少已经是中阶以上了 三号 接触一下这个宗师 血凝珠由你负责 另外 五号 你到江北等我 五号接到命令 谨遵大人指令 三号自信满满地说 我不会让大人失望的 这时一号又对熊孩子说 这个基地已经暴露了 熊孩子大惊 这不可能 我在路上放了许多蛇 如果有人跟踪我 一定会被他们发现 一号又开口说道 四号 龙悠悠想留下你 一条手臂够吗 它可一直是我最优秀的作品 此话一出 熊孩子立刻被吓得浑身流出冷汗 一号补充说道 看来你已经想明白了 不过 客书处理小组的人跟踪你 那就不会轻易下手 你把他们引到我指定的位置 就用他们的生命 宣告我们的到来吧 画面一转 来到江北科技大学 今天刚好是开学季 无数的学生在一起熙熙攘攘 好不热闹 此时的我刚从校长办公室出来 身心愉悦啊 老梦就是靠谱 录取通知书的事 分分钟就解决了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一名光荣的大学生了 我的青春 燃烧吧 我这躁动的荷尔蒙 漂亮的女大学生 图书馆内手与手的不经意间碰撞 直到最后牵手成功 直奔小旅馆 这剧情太完美了 突然远处有人叫我的名字 我定睛一看 正是炫雅和小雪 我好奇地问 你们怎么来了 但要你按时服用了吧 炫雅说 我和爷爷都吃了 我的病情比较轻 按时服用就没问题了 爷爷服用过后 也说有明显的好转 我摆出一副高人的姿态说道 必须的 那可是我千家不传之命 对了 你们俩跑过来是想我了 特地来看我的吗 炫雅吐了吐舌头 才不是呢 我和小雪是来报道的 倒是你 刚才在幻想什么呀 一副坏坏的样子 小雪也同意地点点头 坏坏的样子 我尴尬地扣了扣脸上的青春痘 心虚地说 我正在考虑进入大学 怎么更加努力地读书 怎么就是坏坏的样子了 小雪更没读过高中吧 莫非你们俩是用了什么手段进入大学的 先说好 我可是正儿八经平实力考入江北科技大学的 更是小学三好学生与初中优秀学生的有力竞争者 靠关系的话 你们是得不到我的认可的 炫雅不屑地说 我呸 你想哪去了 我是跳级 小雪是自学 我们俩都是通过高考上来的 别挡路 我们俩还要报道呢 万万没想到 居然是两位学霸 炫雅插腰 摆出高傲的姿态对我说 哼 现在知道了 我突然用手拍住他们的肩膀说道 公共课就麻烦两位学霸画重点了 俗话说得好 山水有相逢 我们期末考试再见 说完我就开溜了 这下更不用担心了 漂亮的女大学生 美好的大学生活 我来了 万万万万没想到 我们三人又在同一间教室相遇了 那个 我说 为什么你们俩会出现在土木工程系啊 两个大美女 有艺术系不选 偏偏跟我选了一样的土木工程系 而俩妹子给的理由也是简单粗暴 一个家里需要 一个山上需要 真是离了的大谱 现雅管理学出门又转 小雪你准备在山上建啥工程啊 我在这辈左右夹击 班上的同学都在议论纷纷 这谁啊 开学就带俩美女 这么嚣张的吗 那谁知道 肯定有啥特长吧 坐在最前面的几位同学也在小生议论中 兄弟 新来的同学艳术七天啊 能带着两个大大大美女一起来上学 这是上学吗 太装逼了 太羡慕了 关键我们这个戏女生简直是凤毛麟角 这位老兄独占两位神级的 还有王法吗 还有天理吗 于是纷纷喊出口号 宰了他 刀了他 埋了他 完了 开学第一天就成了男性公敌 怎么办 在线等 挺急的 突然教师大门被踹开 一只又白又长的大腿迈了进来 哟 想不到我的学生活力四射吗 我抬头一看 我靠 他还兼职大学老师 这两个老狐狸搞什么鬼 这是要24小时兼职是我吗 我美好的生活还没开始啊 来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特别处理小组的龙悠悠 龙悠悠在讲台前介绍着自己 龙悠悠 我的名字 你们的班主任导师 已经记住了吧 以后学习 生活上有什么不明白的找我 另外说一句 发情期我可以理解 但是有人违法乱记的话 我会让你们直接毕业 而且是生命上的 介绍完毕 教师里刮起了一阵寒风 动得众人瑟瑟发抖 突然有人敲门 老师 我可以进来吗 嗯 进来吧 又是一位漂亮妹子 教室里的人看后 瞬间觉得这个戏太香了 太幸福了 妹子在前面扫尸一圈 嬉嬉一笑 找到你了 然后静止往后走来 走到小雪边上 说道 这位同学 我可以坐你旁边吗 小雪没想那么多 点头答应了下来 谢谢 我叫蓝小小 你呢 夜恋雪 两人这就算是认识了 然后一屁股坐在我和小雪中间 坐下后还不忘夸道 小雪同学 你真是个善解人意的好人了 我无奈地表示 小雪呀 你被套路了呀 新来的妹子突然转头又看向我 同学 你好 我们交往吧 交 交往 这位还不认识的妹子 竟然一开口就提出这么过分的要求 着实把我吓了一跳 炫雅在一旁边看着 心想 我不能输给她 更不能让她得逞 还没等炫雅张口 小雪就脸红着开口说不同意 新来的妹子说 小雪 你还小 应该以学业为重 其他的事情都不是你现在应该关注的 乖 小雪本来就不善于言辞 只能乖乖点头 搞定这种小姑娘实在太简单了 于是又转头看向我 小哥哥 人家还在等你的答复呢 我受宠若惊啊 小心脏扑通扑通乱跳啊 这就是大学 这就是他妈的大学生活呀 太美好了 不行 越是这种时候越要稳住 虽然我很帅 这个时候应该给她点压力 让她再努力下 就在我装逼时 炫雅一下把我拽了过去 大声斥责道 我也不同意 此刻的我欲哭无泪啊 心想着 要不是在这桩一下多好 我同意 我不给你压力了 你已经非常努力了 恭喜宿主装了一个 为什么不是我的逼 装逼直加五成恩 将我拽到一边后 炫雅立刻迎接而上 与新来的妹子 进行了一番气势上的比拼 突然一个不明物体 搜的一下从二女之间穿过 龙悠悠说 你们把我这里 当成大型相亲节目了吗 你们是爆灯了吗 女嘉宾们 我虽然不反对你们自由恋爱 但是你们也别太 把这里当自己家 破坏课堂纪律的 一律退学处理 说完就拿出一张纸 这是宿舍表 你们找到自己的名字 去宿舍报道 自己整理自己的床铺 明天正式上课 另外 你 跟我出来一趟 简直了呀 兄弟们 我归缩到角落 竟然还能躺着中枪 我赶紧解释 老师 我是受害者呀 教室里的同学 见这么一出好戏 纷纷感叹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老师 请尽情地审判吧 兄弟们 我还是嫉妒他呀 说归说 闹归闹 老师点名让我出去 我也只能乖乖认从 突然门又被打开 又又又走出来 一位漂亮妹子 卧槽 这人 好眼熟 你是 还没等我说完 妹子一下就将我扑倒 躺在我怀里 妹子嘴里还说着 终于见到你了 我好想你 本来安静的教室 瞬间又炸开了波 卧槽 又来一个 班里的男生也无奈了 原来开学第一天 真的有美女倒贴 这种剧情展开呀 大佬 真的是大佬 大佬也就叫孩子吧 服了 真是服了 级别相差太多了 我要拜他为师 反观之前表白的妹子 一脸坏笑地看着 又多了一个 被妹子扑倒是一种什么感觉 这柔软的触感 幸福啊 恭喜宿主装了一个 头怀送到的逼 装逼直加五成恩 我还沉醉在这幸福时刻的时候 炫雅和小雪来到我跟前 我尴尬的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那个 我急得直接冷汗直流 炫雅腹黑地问 有多幸福 我们真的很好奇呢 警告 宿主面临生命危险 建议 算了 没什么好建议的 等死吧 凉透了 我赶紧回复说 没 不幸福 一点也不幸福 龙悠悠一把将这妹子揪起 大声斥责 于小月 你是怎么保证的 是谁说一定能控制住的 小月也反驳道 悠悠 没忍住吗 你是不是嫉妒我呀 这位妹子不是别人 正是我刚得到系统时 就下病邀请我去她家的那位 就这样 全班同学被惊讶地说不出来话了 一个个目瞪口呆 突然小月又探出个脑袋对我说 千行 明天早上想吃什么 说吧还冲我做了一个笔心的手势 炫雅捏着拳头噶噶噶直响 对我说道 小哥哥 人家明天也想约你呢 我累得擦 好恐怖 我赶紧对炫雅说 你听我解释 啊 你不要过来啊 夜幕降临 我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了宿舍楼 哎 总算解释清楚了 炫雅下手还真的很 316 就是这了 我推开房门 房间内的三人顿时向我鞠躬 大哥好 随后又对我表示热烈的欢迎 我仔细一瞅 这不是最前排的三位人凶吗 不过这是闹哪样 难道是我走错宿舍了 没错呀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三人回答道 没错 您就是我们大哥 我们希望能像您一样 鲜花簇拥 身边美女如云 请收下我们的膝盖 这时另一人一听 立马不乐意了 你竟然痴心妄想能和大哥比 我们能有大哥的十分之一就满意了 另一个又跳出来 十分之一 你也敢想 米粒之珠启能和浩月真灰 百分之一足以 大哥 就是这样 我不禁感叹三位真奶人抬眼 我一定倾囊相授 让我们的大学生活精彩万分 夜夜升歌 对了 三位兄弟怎么称呼 黄门记 沙县萧池 兰州拉免 听了三人的介绍 我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夸赞道 三位弟弟都是美食界的巨头啊 在下记住 突然砰砰砰敲门声传来 门外大声喝赤道 鬼哭狼嚎什么 赶紧吸灯睡觉 难道说 这就是难请罪凶的人物之一 宿管阿姨 阿姨 这就睡 这就睡 随后我就宽衣解怠 对兄弟们说 那我就不跟你们客气了 我先睡了 兄弟们早点休息哈 大学生活的第一天终于结束了 今天发生了太多太多意外的事 没想到开学第一天 就有美女对我说求交往 好期待明天小月的早饭啊 不过 真没想到龙悠悠居然也出现在学校 这么看来 奇妖的那批人应该也快了 叶老之前说过 这个组织最低也是宗师镜 我必须得抓紧垫墙 趁现在 去问问雪宁吧 毕竟他可是好几百年的老妖怪 肯定有压箱底的玩意 多少能省下一点装逼纸 意念一动 我就来到了风魔幻境内 我大声地喊着 雪宁 你有没有那种速成还很牛逼的功法 帮我来几套 话还没说完 我就发现风魔幻境内 此事多了个新奇的玩意 只见雪宁扮演起了水管工的角色 一路顶着蘑菇 踩着B7公主就去营救库八大魔王 我吐槽道 雪宁 你这他妈都是什么呀 雪宁看了我一眼说道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这不是显而易见吗 说完又顶出一个蘑菇一口丢进嘴里后 身体变大 这些我都懂 可为什么救的是魔王啊 你别是心里有什么疾病吧 雪宁一边闯关一边问我 我是谁 我可是位邪修 不救魔王难道还要去救公主 突然觉得他说的好有道理 我无法反驳 我想起了我这次来的目的 大声对雪宁说 我不是来看你玩角色扮演的 我是来问你有没有什么威力强大 还能速成的功法 弄个十几二十本来练练 雪宁说你把身体给我 不就威力强大还能速成了 优贺 我发现你越来越不知道谁才是主人了 看来我必须得让你好好回忆回忆 趁着雪宁往前跳的时候 我控制臂气变大 直接让雪宁撞死 雪宁大骂道 迁行 我跳了三天才到这里 我要杀了你 我很迎合地倒在沙发上 舌头一吐 我死了 所以功法呢 雪宁被我气得直跳脚 又拿我没办法 突然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随后一脸坏笑地从衣服里拿出几本秘笈对我说 功法是没有 秘笈还有几本 少年我看你谷歌惊奇 我这有五本爵士秘笈 不知道你想选哪一个 我一把抢过来 看了一眼 奋力摔在了地上 坑爹的这是 你他妈在逗我 小样 你得我等着 雪宁打开一听饮料开口对我说道 难道不是你先逗我的 天下间哪有威力强大还能速成的功法 就算有也是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的 魔修功法我这边倒是有基本 短期内能够极大提升作战能力 然后 爆炸你要不要 不可能存在速成还安全的功法的 我邪魅一笑 不可能 千万别对一个挂臂说不可能 随后我套出一本某某龙抓手的功法 简单翻看几下后 目光一鸣 对着雪宁吼道 接招 瞬间雪宁的衣服就被我抓破两个洞 雪宁捂着关键部位赶紧喊停 算我怕你了 想要速成确实有个办法 别忘了这是风魔幻境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我竟然把这个给忘了 我坏坏地搂着雪宁 早说不就好了 你是不是喜欢被人鞭策呀 随后我就在思考 该选谁呢 小混混 不行 太弱了 炫崖或者小雪 也不行 下不去手啊 就是你了 我兴奋地叫道 随后我身前就幻化出来熊孩子的样子 先试试宗师镜 仅仅是一招 我就击败了熊孩子 看来初阶段体决应对宗师镜完全足够 接下来让我试试大宗师镜的橙色 随即大宗师镜的熊孩子在我面前慢慢凝聚 不再像宗师镜那般 大宗师镜一出场的气势就不一样 先试探一下 我一个顺步就冲上前去 熊孩子很不屑地抬手一招 直接将我冰封 雪宁在不远处抠着鼻孔看着我吐槽道 这就是现在的主流修炼方式吗 规则力量全都浪费了呀 只要我不想 我就不会死 但这个过程却是得全程体验下来 我拖着冻僵的身体回到雪宁身边 感叹道 是不是主流我不知道 不过大宗师境界的超能者有多猛 我算是知道了 冻死我了 雪宁对我说 这是风魔幻境 如果你想的话 不会有寒冷的感觉 我重新摆好架势 区区寒冷都要屏蔽 那我还训练个屁 不管是痛感 触感还是其他什么 在这里不模拟出最真实的对战环境 去现实世界等着被人砍死啊 你懂个锤子 打你的游戏去 我让雪宁不要过来打扰我修炼 继续拯救你的库巴去吧 雪宁说 你在这 我才不打呢 关键时刻又被刺我 而且 游戏哪有看你被虐爽 是吗 那你可要看清楚了 我先用顺步 打算像上次一样一招解决 没想到熊孩子竟然不躲闪 一个冰牢笼将我罩在里面 什么 顺步竟然被看穿了 关门谢客 瞬间四条手臂粗壮的大蛇出现在牢笼内 将我死死捆绑 我大吼道 雪宁 是不是你搞的鬼 熊孩子一脚将牢笼踢翻 然后幻化出各种各样的兵器 你想干什么 你不要乱来啊 我大声吼着 仿佛并没有什么卵用 熊孩子依旧自顾自的挑选着 拿起了棒球棍 不错 不过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又拿起一把弯弯的匕首 不行 这个太温柔了 思来想去 然后一脸坏笑 就是这个 瞬间一根狼牙冰棒出现在手中 旁边看戏的雪宁已经被这一幕逗得乐开了花 你是真能联想啊 除了你能想出这么恶趣味的东西 这里谁能想出来 我看着后面的狼牙冰棍下的脸色铁青 开口就骂 然而我歇斯底里的吼叫 并没有换来温柔的对待 扑呲 菊花一紧 完了 我不干净了 雪宁还过来安慰道 失败是成功的妈妈 失败不可怕 被失败击倒才可怕 你要振作呀 小千 你还年轻 多点精力是好事 我能怎么办 虽然知道雪宁是在这幸灾乐祸 但我只能把这当成是安慰的话吧 经过时间慢慢冲淡伤痛 我又重新站了起来继续和熊孩子比拼 短短一个小时 我就能从被秒杀到现在坚持几十秒不败 雪宁也夸赞说我天赋还算不错 现在只缺少一本功法 就能将大宗师的境界完全发挥出来 还是提点下巴 他要是挂了 我也不太好过 谁知道下一个修真者出现又要几百年 又一次被冰封 一点点 还差一点点我就能砍到他了 我的菊花之仇就能爆了呀 再一次来到复活点 雪宁说 你这是第九十九次从复活点出来 就算让你近身 同样的境界你也破不了别人的防 你缺少一门功法 我对他说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我现在的情况就是有枪没子弹 全靠枪托杂人 我来这里主要不就是找你要功法的吗 问题是你不是没有吗 雪宁掏出三本金灿灿的功法说 我记得我说的是没有快速又安全的功法吧 这三本呢 是修真界三大速成功法 我看着金灿灿的三本卷轴 好兄弟 你早拿出来不就完事了吗 看起来就一副很牛逼的样子 雪宁讲解说 这三种功法 十年便可入门 三十年即可小成 八十年就能大成 虽然副作用大了点 不过有我指导的话 问题不大 看到我又变得很丧的脸 问道你这是什么表情 我转身离去 再见 我先回去了 明天还要上课呢 雪宁不解 百八十年而已 弹指一挥尖 这都不满意 我吐槽着说 百八十年 百八十年我都入土了 你搞我是吧 我自己想办法去了 退出风魔幻境 我躺在床上想着 雪宁真是一点都不靠谱啊 还是得靠系统 系统 推荐下适合我的功法 随后系统提示 无相法华残片 非生强者所创功法 大道至简 眼花至凡 休息此功法后 体内真气高速流转 提高真气控制力 增强招式破坏力 所需装逼值2500点 系统推荐给我一套功法 残片竟然需要2500点 系统你这是在忽悠我的吗 系统又弹出提示 宿主 你的数额太可怜 怕打击到您 给您安排的残片 我不屑地说 我竟然被可怜了呢 小爷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就这短短几天 小爷我就全打流氓 制斗老妖 左拥右抱 小弟成群 而你 竟然可怜我 来来来 让我看看你的底气在哪 恭喜宿主装了一个可怜之人的逼 装逼值减100 减100 我大喊道 狗贼 还我血汗钱 系统又弹出提示 文票前已扣除 马上就为您打开系统顶级区域 话音一落 一扇金色大门在我面前缓缓打开 里面闪耀着刺眼的光芒 待我看清 我着实被吓了一跳 这是什么玩意啊 看着有如银河般的璀璨 每一个亮点 都是一件宝物 只是以我目前穷的可怜 暂时还没有资格购买 我突然感觉这门票花的好值 还没等我多看两眼 大门缓缓关闭 我问系统 这是什么意思 我票都买了 系统提示 顶级区域是按秒收费 我疑惑道 那我现在算什么 这属于参观时间 虽然看得见 摸不着 但系统可是我的 多宝盒也是我的 想到这些我立马变得亢奋起来 第二天一大早 我来到教室坐下 面前正摆放着小月送来的爱心早餐 身旁依旧围绕着昨天的三个妹子 宿舍三人也在议论 不愧是大哥 爱心早餐 好幸福啊 不过大哥边上的几位妹子 表情好恐怖啊 再看一眼我 大哥表情更恐怖 此时的我由于多饱和的冲击 让我对外界的信息充而不稳 我内心只有一个想法 我要装逼 终于挨到了午休 炫雅邀请小雪一起去吃饭 新认识的妹子也要一起 我自顾自地往前走着 注意力完全没有放在他们几人的身上 整个上午都在思考着 怎么能快速获得装逼值呢 不知不觉中 我走到了足球场 场上踢球的同学不小心把球踢到我身边 我正愁呢 你们这不是自己来找不痛快吗 我抬起右脚蓄力 一个大脚就将球队的人干得人仰马翻 球直接破网牵在了墙里 所有人都惊了 随后脑子里就不断地响起 装逼指甲舞的提示音 恭喜宿主装了一个大力金刚腿的逼 共计425点 我瞬间误了 这样也能装得到逼 我换好球一 开始了横扫足球场的活动 这一波的装逼值已经变成了加三 也就是说 他们越适应我 我得到的越少 我明白了 一次又一次的进球 让我成功赢得了球王的称号 感觉观众适应的太快了 踢球已经开始有点刷不动了 不行 我得换一张地图 去下一站 继续刷 随后我就来到了篮球场 看着场上激情澎湃的队员 还有场外加油的同学们 感觉这里也不错 适合我在这刷上一波 于是我就找到了教练 教练 我想打篮球 不出意外 我换上队服 站在最高调的位置 一脸坏笑地说道 我要进去了 我以最远的距离 投进对方的篮筐中 瞬间又是一大 不装逼值加五的提示 全人都被震撼到了 太强大了 这是人能做到的吗 简直怀疑人生了 在得知我的丰功伟绩之后 炫雅 小雪和小月 竟然自发地组织起了啦啦队 专门过来替我加油 千行千行我爱你 不错不错 非常nice 除了他们 我还有另一个啦啦队 是我们宿舍的三个人 话说这辣眼睛的操作 就没人出来管管了 我发达了呀 兄弟们 经过一天的不懈努力 我的可用装逼值 达到了4085 系统内我赚得盆满钵满 现实中我也是如鱼得水 一边享受着大哥级的待遇 一边在思考 运动项目的装逼值 基本刷完了 继续的话 效果和收益不成正比了 下面换个啥项目继续刷呢 还在我继续歪歪时 宿舍其中一人对我说道 大哥 您今天真是天神下凡 我对您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另一人也附和道 天不生大哥 球场万捕如长夜 最后一人发现问题时 已经晚了 词都被抢光了 只能学了声猫叫 表示赞同 我对三人说 都是兄弟 以后就不用谎杀哥哥了 哦对了 我们学校的女神是谁啊 三人感动得痛哭流涕 我们三人都是真心实意的 大哥做事就一句话 高 实在是高 我反问一句 三位弟弟 不知道高在何处 那小弟就现丑了 兄弟们 上家伙 大哥请看 说着就扬起一摞纸 我看着漫天飞舞的纸 这都是什么 好像是 个人介绍 大哥球技了得那是必须的 但 这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比赛结束后 对前来索要联系方式的学姐 充而不闻 静止走出球馆 大哥用的是传说中的欲擒故纵 真的是恰到好处 妙到豪颠 我仔细回想了一下 发现那个时候 我满脑子都是装逼直 完全没注意啊 无形之中 竟然装起了高人的风范 让他们误会了 不过 不管怎么样 效果还是挺不错 我微微站起身 对三人说 原本我是不想让三位弟弟知道的 没想到三位弟弟真是机灵无双 我呀 只是想让三位弟弟幸福而已 这可把三人激动坏了 一口一个大哥的叫着 恭喜宿主装了一个止入明灯的逼 装逼直加零点三 突然门外又传来宿管阿姨的声音 鬼叫什么 赶紧熄灯睡觉 好的阿姨 瞬间各回个床 我躺在床上思考着 自从去了多宝盒 四千点的装逼直就只能让我高兴一回 真是怀念以前了 怎么想都是系统里的问题 算了 先帮我兑换无相法华吧 我要去报仇 风魔空间 走起 恭喜宿主无相法华学习成功 一进入风魔幻境内 就听到系统提示 我双手插兜 感受着喷涌的力量 让我好兴奋了 我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向着血宁走了过去 血宁开口说道 你是想通吗 你已经是修真者了 百八十年还不是眨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 来来来 给位施奉茶 传你绝世功法 我一边活动着身体 一边对血宁说 一边玩去 我是来试试新招的 你的那些功法 自己练着玩吧 血宁一脸幻笑的掏出狼牙冰棒对着我说 小千啊 你是不是忘记被他支配的恐惧了 这才一天啊 你就开始怀念那种感觉了 我一阵尴尬 磕磕巴巴的不知该怎么狡辩 随后摆出一副牛逼哄哄的样子说 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 什么叫天才 好的天才 开始吧天才 好期待 我说血宁 你能不能把这玩意收回去再和我说话 这时 熊孩子出现在我身后 正一步一步走过来 二话没说 上来就直接开打 冤伤 剑技 瞬间无数巨大的兵剑从空中向我扎了过来 我目光一鸣 单手一挥 无相清晨 风魔幻境内顿时狂风大作 卷起满天灰尘 血宁有点怀疑人生了 是我的错觉吗 怎么感觉这小子的真气中 有股大道之力 待灰尘散去 定睛一看 啥 鸟 鸟了 我探出一口浊气 七成真气就如此 不知道如果我使出全力的话 能不能越急 血宁跑过来一把掐住我的脸 左捏捏 右捏捏 不敢相信地问 你是被夺射了 还是跳崖了 这功法哪来的 我揉了揉我胖乎乎的小脸 笑嘻嘻地说 这功法呀 昨天从这出去 我随便想想 就创造出来了 一会还要改进改进 我不是很满意 不可能 你说你获得功法 我能理解 自创绝对不可能 而且功法里蕴含大道之力 你这个年纪不可能领悟到 即使领悟 怎么可能做到如此圆润 除非是自创 血宁越说越怀疑自己 难道 他真的是自创 我又摆出一副欠揍的表情说 这骗得了你吗 现在的世界你又不是不知道 修真者都没有 更别说修真功法了 而且就一天时间 我能练出个啥 我拍了拍血宁的肩膀 义正言辞的说 想学吗 我教你啊 不过要等等 下面好戏才刚刚开始 出来吧 熊孩子 瞬间 熊孩子被五花大榜的出现在我面前 我掏出比之前更大更粗的狼牙棍子 一步一步向熊孩子走过去 吓得他自娃乱叫 就地求饶 我邪魅的说 叫爸爸 叫认真点 熊孩子赶紧听话的叫了起来 哈哈哈哈 你觉得我能放过你 感受痛苦吧 血宁在一旁 没有管我这边熊孩子的哀嚎声 自顾自的45度仰望天空 心想着 规则之力没有丝毫浪费 这没有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磨练 外加明示指点怎么可能做到 难道真让我碰到了绝世天才 在风魔幻境一顿折腾后 我一时返回了现实世界 躺在床上思考着 以我现在的实力 不知道能不能应对起要这个威胁 感觉还是需要装逼直提升一下实力啊 毕竟小命要紧 我拿出藏在枕头下的一张美女介绍 又看了也明天的天气预报 脑子里思考着各种计划方案 明天是晴天 那雨中送散 然后相遇的情节就不能用了 只能换方案币了 小童童 明天见了 第二天 我照常去上课 走在人群里 我无疑是最备受关注的一个 我高兴地跟大家打着招呼 同学们的反应不一 尤其是妹子 竟然害羞地红起了脸 哎 系统 我真羡慕你 竟然遇到了这么优秀的主人 系统无语吧 从来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系统 你说 有没有更快获得装逼直的方法 系统提示 装逼直是根据对方武力高低来判定的 建议宿主根据自身的境界来寻找目标 温馨小提示 如果越接 获得的装逼值会成倍增加 我怎么越听越不对劲呢 系统 你是想坑死我吧 先路说我能不能找到境界那么高的 就算找到了 我去他面前装逼 不是打灯笼去茅房 找什么 系统又提示说 那就只能以数量取胜了 例如 一个星球的数量 我无力地感谢道 好嘞 您歇着吧 此时我口袋里的手机响了 我接起电话 是阿大 少爷 您吩咐的事情办好了 我已经到您学校门口了 我高兴地说 这么快 阿大 你可以啊 这办事效率 我马上过来 我来到学校门口 阿大将一辆跑车交到我的手中 随后就直接离开了 画面一转 学校芭蕾舞练功房内 今天就到这里吧 下课 一位美女抱怨着 谁啊 一直给我发信息 掏出手机一看 原来是学校群 今天怎么这么热闹 天呐 彤彤有人在学校群里点名约你 无敌小哥哥 小彤彤快到碗里来 彤彤 是真的 而且他被男生喷得好惨 手机前的我正一脸猥琐地翻看着喷我的信息 小伙子们 等会就让你们知道什么叫技术 不一会 本次事件的女主角彤彤回复了一条信息 小哥哥 碗在哪里 看到彤彤亲自回复了 而且还没带着笑容 这话里话外的意思 不禁让彤彤身旁的几位妹子怀疑 难道这座冰山要融化了吗 这个无敌小哥哥到底是何方神圣 我又紧接着在群里说 千禧亭 在报完街头地点后 我发动了引擎 我摸着跑车的方向盘 这外形 这操控感 果然是装逼力气 小彤彤 哥来接你放学了 你好坏哦 我好喜欢 彤彤答应和我在千禧亭约会的请求 同学群瞬间就炸开了锅 甚至有不少同学想要去围观 我将跑车停在千禧亭门口 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 心想也不知道小彤彤什么时候到 我先在亭子里等他吧 突然系统弹出提示 恭喜宿主装了一个何方神圣的B 装B值加40 就这么点装B值 看来隔着手机装B的冲击力不够给力 我抬起头看了看周围 乖乖 第一次来这种地方 居然没有位置了 竟然这么多人 有些同学还在那小生讨论着我和彤彤约会的事 见我过来 他们也都信信离去 我随便找个位置就坐了下来 看来他们这是把我当温神的呀 没关系 等一下就让你们知道哥哥的实力 还没一会儿 这里又来了一群人过来围观 他竟然真的在这里啊 我还以为我是有骗我吗 能和韩女神搭话的人 就这 估计是在逗他玩吧 真可怜 还在做梦呢 你说韩女神那条信息什么意思 他真的会来吗 这些人来了之后也没闲着 杂七杂八的就开始交头接二起来 仿佛一会就能看到我出球的样子 我转过头看了看周围的同学们 这都不用上课吗 在这看好呢 没过一会儿 有人发现了韩童彤的身影 于是赶忙说道 看 那是韩童彤 他真的来了 童彤画着精致的妆容 一身青春亮丽的服装 缓缓向我走来 就这气质 在座的不管难免冷盛 童彤秒杀 我伸出小手招呼着 小童彤 我在这里 韩童彤一下就向我扑了过来 但哥哥 我摸着他的头 这才多久没见 又长高了呀 我这边春风得意 围观的众人 却完全听不清我俩说的话 全部当场实话 恭喜宿主装了一个女杀手的逼 装逼直加3162 韩童彤说 但哥哥 说好一起来的 结果你自己先跑来 还不联系我 我刚大的解释道 这不出了一点意外 以后有机会再告诉你 来来来 看看我给你准备的礼物 说着我就把他带到了跑车面前 递给了他车钥匙 惊得众人又是目瞪口呆 我靠 这车居然是他的 这意思是送给韩女神了 女神原来是这样追的吗 怪不得女神愿意见他 出手就是豪车 这谁顶得住啊 恭喜宿主装了一个 这就是土豪的逼 装逼直加1258 韩童彤笑着对我说 但哥哥 从小你就这样 有什么好东西都想 看到你现在这么有本事 我真替你高兴 但是 但哥哥你了解我的 我不会收的 快收起来吧 说完就将车钥匙还了回来 周围的人看到这一幕 瞬间又来的兴致 高呼韩女神高尚的品质 岂会被你这些破铜烂铁攻破 韩女神挺住 我们支持你 我没理会别人 笑了笑反问道 小丫头 我送你也不要 韩童彤却说 但哥哥 你再这样 我以后不理你了 好好好 我错了 就知道你不收 你等一下 还好我早有准备 我要从车里拿出一个礼盒 这个总可以收了吧 这是你最喜欢的 韩童彤高兴地接过礼盒 还是但哥哥对我最好 小丫头 这可能是我最好 快继续 尘换 你看 明晚了 每个月 和你收